討論事項 继续审查本院委员张立善等27人拟据订阅法修正朝案案 8.继续审查本院清明党团拟据订阅法部分条文修正朝案案 9.继续审查本院委员王惠美等16人拟据订阅法修正朝案案 订阅法本日仅宣读条文宣读完毕 好 我们等一下要赶快就进行宣读的时候 我们请周永公司陈董事长率同所有的同任可以先行离席 辛苦你们 好好做 给你们这么多的信任 希望你们做好 那部长是不是请次长代理也可以 好不好 我们宣读的时间 好 那大家可以先行离席 我们继续就中午不休息 我们开始进行宣读 那电业法总共有八个修正朝案 我们已经在11月30日的时候寻达结束 广泛讨论 无人登记发言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本席补充宣告 今天呢 我们是进行条文的宣读 宣读完毕以后会另行协商 好 我们现在开始宣读条文 行政案请审议电业法修正朝案 修正条文第一条总则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 为开发国家电力资源 调节电力供需 促进能源转型 电业多元供给 公平竞争及合理竞争 保障用户权益 增进社会福祉策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 电业 指依本法核准之发电业 输配电业及受电业 二 发电业 指设置主要发电设备 以销售电能之非公用事业 三 再生能源发电 指设置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第三条所定再生能源发电设备 以销售电能之发电业 四 输配电业 指于全国设置电力网 以转供电能之公用事业 五 受电业 指公用事业受电 及再生能源受电业 六 公用受电业 指购买电能 以销售于用户之公用事业 七 再生能源受电业 指购买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生产之电 以销售于用户之非公用事业 八 电业设备 指经营发电及输配电业 所需用之设备 九 主要发电设备指原动机 发电机或其他必备之能源转换设置 十一 自用发电设备 指电业以外 其他事业团体或自然人 唯共自用所设置之主要发电设备 十一 再生能源 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第三条 锁定再生能源 十二 用户用电设备 指用户为接收电能所设置之导线变压器 开关等设备 十三 再生能源发电设备 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第三条 锁定再生能源发展 再生能源发电设备 十四 电力网 指连结主要发电设备 与输配电业之分界点至用户间 属于同一组合之导线本身支持设施 及变电设施 与输送电能之系统 十五 电线原子 连结主要发电设备 之该设备与输配电业之分界点或用户间 属于同一组合之导线本身支持设施 及变电设备 十六 路线指一本法设置是电力网及电源线 十七 用户指除电业外最终电能使用者 十八 电器成装业 指经营与电业设备及用户电设备 相关成装事项之事业 十九 用电设备检验维护业 指经营与用户用电设备相关之检验维护事项之事业 二十 虚量反应 指应应电力系统状况而为电力使用行为之改变 二十一 辅助服务 未完成电力传输并确保电力系统安全及稳定所需采行之服务措施 二十二 电力排碳系数 电力生产过程中 每单位发电量所产生之二氧化碳排放量 第三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经济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中央主管机关应办理下卸事项 一 电力政策的分析研理及推动 二 电力技术法规之研理 三 电业设备监督及管理 四 电力开发协助金提拨比例之公告 五 其他电力技术及安全相关业务之监督及管理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办理直辖市区内下列事项 一 电业筹设 扩建及电业扩建及电业执照申请之核准 二 协助办理用户用电设备之检验 三 电业与民众间有关用地争议之处理是 电力工程行业 电力技术人员及用电场所之监督及管理 中央主管机关应指定下列电业管制机关办理下列事项 一 电业及电力市场之监督及管理 二 电业筹设扩建及电业执照申请之许可及核准 三 电力供需之预测规划事项 四 公用受电业电力排碳系数之监督及管理 五 用户电业权益之监督及管理 六 电力调度之监督及管理 七 电业与用户间之争议条组 国英事业之筹设合并改组撤销 重要人员任免核定管理及监督事项 由电业管制机关办理 于中央主管机关指定电业管制机关前 前两项规定事项 由中央主管机关办理之 中央主管机关得邀及政府机关学者专家 及相关民间团体召开电力可靠度审议会 电业争议条除审议会 办理第六款之第七款规定事项 第四条电业之组织 以公司法设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为限 再生能源发电业之组织方式 由电业管制机关公告之 以股份有限公司方式设立 且达一定规模以上电业 应设置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人数不得少于两人 且不得少于董事席五分之一 前项之一定规模 以独立董事资格条件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资 第五条 苏佩电为因为国营宜家为限 其业务范围涵盖全国设置核能发电之发电业 与容量在2万Mb以上之水利发电业 以公营为限 但今电业机关管制核准者不在此限 前项所称公营指政府出资或政府与人民合营 且政府出资超过50%者 由公营事业转投资 其出资超过合计超过50%者一同 第六条 苏佩电业不得兼营发电业或受电业 且与发电业及受电业不得交叉持股 但经电业管制核准机关者苏佩电业得兼营公用受电业 苏佩电业兼营电业以外 这其他业务已不影响其业务经营及防害公平竞争 并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者为限 苏佩电业应建立依经营类别分别计算盈亏之会计制度 不得交叉补贴 苏佩电业会计分离制度 会计处理方法 程序原则会计的监督与管理及其他应专行事项之类则 由电业主管机关电影 为保留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整体性 并达成稳定供电目标 该公司之发电业及速配电业专业分工 得转型为控股母公司 其下设立发电及速配售电公司 第一项规定是本法中澳民国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 公布后六年实施 但经电业管制机关省拓电力市场发展状况 得报由行政院延后其实行日期 延后以两次为限 第一次以两年为限 第二次以一年为限 第二章电力调度 第二章电力调度 第七条电力调度应本于安全公平公开经济环保 及能源政策原则为之 第八条输配电业应负责执行电力调度业务 输配电业为执行前项业务 应依据电业管制机关定定之电力调度原则 拟定电力调度之范围 项目程序规范费用分摊及紧急处置等事项规定 送电业管制机关核定修正十一条第九条 为确保电力系统之供电安全及稳定 输配电业应依调度需求其发电业 自用发电设备之申请提供必要之辅助服务 输配电业应提供前项辅助服务得收取费用 第十条再生能源发电业或受电业所产生 或销售之电能需用电力网输送者 得请求输配电业调度并按其调度总量缴交电力调度费 输配电业应依据转供电能数额及费用 向使用该电业设备之再生能源发电 或受电业收取费用 第十一条 输配电业为电力市场发展之需要 经电业管制机关许可得设立电力交易平台 前向电力交易平台之成员组织交易管理 及其他应遵循事项规则 由电业管理管制机关定制 第十二条 电业管制机关维护公益或电业用 及用户权益 得随时命输配业提出财务或业务之报告资料 或查合其业务财产帐铺输略或其他有关物件 发现有违反法令且经情结重大者 得并得封存或调取有关证件 输配电业对于前项命令及查合 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第三章许可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于筹设或扩建设备 机关完成审查或认可之环境影响评估数件 第一项筹设或扩建许可期间为三年 但有正当理由得于期限届满前申请延展一次 其延展期限不得于两年第十四条 电业管制机关为前条第一项之许可之审查 除审查计划之完整性 并应顾及能源政策电力排碳系数 国土开发区域 均衡发展环境保护电业公平竞争 电能供需备用容量及电力系统安全 第十五条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应于筹设或扩建许可期间内 取得电业管制机关和发工作许可证 开始施工并应于工作许可证有效期间内施工完俊 前项工作许可证有效期间为五年 但有正当理由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展业者不在此线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应于施工完俊后30日内 被其相关说明文件报经事业所属机关或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核准电业管制机关申请 核发或换发电业执照 前项申请因经电业主管机关派员查核 合格并取得核发或换发之电业执照后 使得经营社会电业应据填据申请书 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核发电业执照后 使得营业 第十六条 发电业经核准筹设许可扩建许可或工作许可证则 非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不得变更 其主要发电设备之能源种类装置或容量或厂子 前项变更之审查准用第十四条规定 第十七条 电业之电业执照有效期间为二十年 自电业管制核准机关发起电业执照日起算 期满一年前得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延展 每次延展不得欲十年 依电业及输配电业执照一前项规定申请延展之审查 准用第十四条规定 第十八条 输配电业对于发电业或自用发电业设备 设置者要求与其电力往互联时不得拒绝 但要求互联之电业设备或自用发电设备 不符合第二十五条 第一项第三项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七十一条 准用上开规定或 第三十二条规定者不在此线 第十九条 电业不得擅置停业或削业 但发电业及再生能源销售业金 电业管制机关核准者不在此线 发电业及再生能源受电业 应于停业前减据停业计划 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核准 停业期间不得超过一年 电业应于歇业前减据歇业计划 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核准 并于歇业之日起 十五日内将电业执照 报告电业管制机关注销 借其未报告者电业管制机关 得进行注销 第二十条 电业停业歇业为一第十七条规定 申请延展至电业执照 有效期间届满 或经勒令停止营业或废止电业执照者 电业管制机关为维持电力供应 得协调其他电业接续经营 协调不诚实 得使用其电业设备继续供电 使用发电业设备应给予合理补偿 第二十一条电业间 依企业并购法规定 进行并购者应由 拟并购之电业共同减据并购计划书 展明并购后之营业项目 资产负债及其资本额 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 和发同意文件 第二十二条电业执照所载 主要发电设备之能源总类装置 容量或厂子变更者 发电业应于变更前 准用第十三条及第十五条规定 发电业违反法令 经热令停工者电业管制机关 得废止其原有电业执照 是一部或全部 发电业执照所在事项有变更时 除本法令有规定外 发电业应于登记变更后 三十日内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 换发电业执照 第二十三条电业有限的情形之一者 电业管制机关得废止其电业执照 一滥用市场地位行为 危害交易持续经有罪判决确定 二违反法令受勒令 歇业处分经处分机关通知 电业管制机关 第二十四条电业筹设扩建 之许可工作许可证 执照之合发 换发应载事项 延载发展设备之变更 与停业歇业并购等事项 并被输建及审查原则 规则由电业管制机关定制 第四章工程 第二十五条发电业及输配电业 应依规定设置电业设备 输配电业应建立电力网地理 以资讯系统管理系统记载 电力网路线名称电压分布位置 使用状况等相关资料 并适时更新 主管机关于必要时 得通知输配业提供电力网相关资料 并命其补充说明或派员检查 第一项电业设备之范围 项目配置安全事项 及其应追及之事项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二十六条电业应依规定 之电压及频率标准供电 但其情形特殊经中央主管机关 核准者不再实现 前向电压及频率之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二十七条 为确保电业稳定及安全 再生能源发电及受电业销售电能 与其用户时应就其电能销售量 准备适当备用供电容量 并向电业管制机关申报 该容量除得下北法规定制射外 并得向其他反应电业制用 前向被用成的容量是 内容计算公式基准 与范围申报程序与程序审查 继合管理及其他 应对于事项之办法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制 第二十八条 公用受电业销售电能 与其用户时 其销售电能之电力排碳系数 应符合电力排碳系数基准 并向电业管制机关申报 前向电力排碳系数基准 由电业管制机关 依国家能源及减碳政策定制 并定其公告第一项 电力排碳系数计算方式 申报程序 以期间审查 继合管理及其他应对事项的办法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制 第二十九条 电业应设置各种必要 至电表仪器记载 电量电压频率功率因素负载 及其他有关事项 第三十条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 应依规定于电业设备 安装置安全保护设施 前向安全设置保护设施 之处所方法维修安全规定 及其他应徵习事项 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 电业之第三十一条 发电业及输配业应定期 检验及维护其电业设备 并记载其检验及维护结果 前向检验与维护项目周期 及其他应徵习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电影之第三十二条 输配电业或设设路线 直接供电之再生能源 电业对于用户设备 依经以规定进行检查 经检查合格时方德接电 输配电业或再生能源发电业 对于用户以装设之用电设备 应定期检验并记载其结果 如不合规定 应通知用户限期改善 用户拒绝或接受检查 或在指定期间 为改善者输配电业或再生能源发电业 得停止供电 前向之检验必要时 直加市县市主管机关 应协助之直加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对于第一项之检验及检验结果 得通知输配电业或再生能源发电业 申报或提供有关资料 必要时得派员查核 输配电业或再生能源电业 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第一项检验输配电业或再生能源发电业 得依委托 依登记职业之专业技师 或依法第59条规定登记之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办理之第一项用户 第一项用户用电设备之范围项目 要件配置及其他安全事项之规定 及前项一定检查的范围基准 周期及程序之办法 由中央机关机关定之第33条 用户用电容量建筑物总楼板地面积或楼层达 一定基准者应于其建筑基地或建筑物内 设置适当之配电场所及通道 无偿提供与输配液电装设供电设备 其未设置者输配电业得拒绝供电 前项一定基准或配电场所及通道 设置方式要件施工程序安全措施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机关会同中央建筑主管机关定之 第34条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 与其电业设备附近发生火灾或其他非常灾害时 应立即派七处员携带明显标志 实施防护必要时得停止一步或全部供电 或拆除危险电业设备 第35条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发生各项灾害 紧急事故或前项有定情形时 因一中央主管机关锁定通报事项实现方式 及程序之标准通报各级主管机关 第36条 电业为营运条度或保障安全之需要 得依电信法相关规定设置专用电信 输配电业为有效运用资源 得依第6条第2项及电信办法相关规定 申请经电业和专业事项 第37条发电业及输配电业设置 路线与电信路线间有接近或供驾需求时 得以平行交叉或供驾方式设置 并应符合区间距离及施工范围等安全规定 前项发电业及输配电业之路线及电信路线平行交叉 或供驾设置间隔距离施工安全等施项上规定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国家通讯传播委会电影之 第38条输配电业 应设置施工或维护电力网工程上之 必要得使用或通行工友和土地及河川沟取 桥梁堤防道路绿地公园林地等 共公共使用之土地 并应先通知其主管机关 第39条输配电业于必要时 得于公私土地或建筑物之上空及地下设置电力网 但以不妨碍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危险 并应于事先书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 如所有人或占有人提出异议 得申请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许可先行施工 并应于施工7日前以书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 输配电业依前项规定申请许可施工 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未依行政程序法第51条规定之处理 其间处理终结者电业得 今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许可先行施工 发电业设置电源者其土地使用或取得 准用都市计划法及区域计划法相关法令中 有关公用事业或公共设施之规定 发电业因设置电源限制用地所必要 注用国有或公有林地时 准用森林法第8条有关公用事业或公共设施规定 发电业设置电源之用地设置于渔港区域者 准用渔港法第14条有关渔港之一般设施规定 第40条为维护线路及共订安全发电业及输配电业 对于妨碍线路之数目除其有法律规定外 因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一定期间内砍伐或修剪之 并于通知一定期间内建满后无法通知时 电业得进行处理 第41条前三条锁定各事项选择其 无损失或损失最少处所之方法为之 如有损失应按损失之程序予以补偿 第42条原设有供电路线之土地 所有人或占有人应需变更土地之使用时 得申请迁移路线 其申请应以书面开具理由向设置该路线之 发电业或输配电业提出 经合发电业或输配电业查实后予以迁移所 需公费料用费用负担办法 由中央基本机关定制第43条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对于第38条即44条 所规定之事项未避免特别危害或预防灾害时 得先行处置应于三日内申报 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及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 第44条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对于第39条 至前条所规定之事项 与所有人或占有人发生争议时 得请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处理 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处理 电业及输配电业用地争议方式 其间及协调之准则 由中央机关机关定制第五章 营业第45条 发电业所产生是电能 仅得受与公用受电业 或受与输配电业作为辅助服务之用 但再生能源发电业不受此限 再生能源发电业设置电源网 电源线路电接 连接电力网者 得透过电力网 转供电与用户再生能源发电业 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者 得设置电源线连接用户 并直接供电与该用户 前项再生能源发展电业申请之 直接供电之资格条件 应被文件及审查原则及其他相关事项之规则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之 前三项规定 自本法中华民国某日某日修正之条文 公布之日期一年内实行 并由行政院定期实行日期 但经电业管制机关审酌电力调度 相关作与后得报由行政院延后 其实行日期 延后以两次为限 第一次以一年为限 第二次以六个月为限 第46条 输配电业应规划新建 与维护全国之电力网 输配电业对于用户申请设置 由电力网连接至其所住所知 线路非有正当理由 并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不得拒绝 输配电业应依公平公开原则 提供电力网与发电业或受电业使用 以转供电能并收取费用 不得对特定特项 特定对象有不当之差别 但有正当理由 并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者不在此线 第二项输配电业所设置之线路 得对用户着收费用 第47条 公用受电业为受电销售电能与用户 得向发电业或自用发电设备 设置购买电能者不得设置主要发电设施 再生能源发电业为销售电能与用户 得购买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生产之电能 不得设置主要发电设备 公用受电业对用户申请供电 非有正当理由义并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不得拒绝 为落实节能减碳政策 公用受电业应每年订定鼓励及 协助用户节约用电计划送电业管制机关 第48条 公用受电业得订定每月低度或依用户所需 容量收取一定费用 公用受电业定有前项每月低度者 其用户每月实际用电度数 去超过用户低度值 以实际用电度数寄收 第49条 公用受电业之电价与速配电业 各种收费费率之计算公式 由从事关机关定之 公用受电业及速配电业应一前项计算公式 拟定电价及各种收费费率 报清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后公告之 修正时一同中央主管机关 定定第一项电业电价及各种收费费率之计算公式 应举办公开说明会 修正时一同中央主管机关为 办理电价收费率 收费费率及其他相关事项之 审议及核定得要及政府机关 学者专家及相关民间团体召开审议会 第50条 公用受电业应拟定 营业规章报经电业管制机关 核准后公告实施 修正时一同受电与用户之 再生能源发电业及再生能源 受电业订定之营业规章 应于订定后30日内 送电业管制机关被查 修正时一同 第51条 经由输配电业供信物之用户 应无偿提供场所与设置电镀表 前项定度表 由输配电业设备及维护 第52条 公用受电业给自来水电车 铁电路等公用事业 各级公立学校 庇护工厂 立案社会福利机构及 护理之家用电 其收费不得低于平均电价 并以不低于供电成本为准 公用受电业供给使用 维生器材之必要 生活辅助之身心障碍者 家庭用电 其维持器材之必要 生活辅具用电之收费 应在使用用电度 第一阶段单价或供电成本 中采最低价者计价 公用受电业 公用受电业路上供灯 并收费应用应于平均电价 以不得低于平均电价 灯价之半为准 第一项所称 必无工厂立案 社会福利机构之护理之家 另进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之 第一项收费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认定之 第二项身心障碍者 家庭之资格认定 维生器材及生活辅具之范围 使用及电价计算方式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 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之 第53条公用受电业 依前项第一项至第三项 规定所收支电费 得由各该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编列经费致应 第54条公用受电业 应全日供电 但因情况特殊 电业管制机关核准者 得限制供电时间 第55条公用受电业 应不得已事故 拟对全部或一部用户停电时 除临时发生障碍 得事后补行报告外 应报请县市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核准公告 其逾15日者直辖或县市主管机关 应转报电业管制机关核备 第56条 发电业及受电业对于违规事项 用电行使得依其所设置之 用电设备用电总类及其瓦特数或 马力数按电业之供电时间及 电价计算损害 向违规用电者请求赔偿 其最高赔偿而以一年之电价为限 前向违规用电之查报认定 赔偿基准其处理等事项之规则 由电业机关定之 第57条 政府机关为防御灾害要求紧急供电时 发电业及自用发电设置 设备设置者应先供电 速配电业应优先提供调度 其用电费用由该机关负担 第6章监督及管理第58条 发电业及速配电业应至主任技术员 其资格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59条 电业承载业及用电设备检验维护业 应向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登记 并于一个月内加入相关工业同业工会 使得营业相关工业同业工会 不得拒绝其加入用户用电设备工程 应交由电器承装业承装 施作及装修 并在向电业申报竣工电时 应检附相关电器工程工业同业工会 合发之申报 竣工会员证明单 方德接电 但其他法规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电业设备或用户用电设备工程 由依法登记执照之 电机师设计或监造者 其图样设计资料及说明或竣工报告单 送由电业审查核定时 应检附电机师工会 合发之会员证明 方德审查核定或接电 前向之技师应加入职业所在之 技师工会后 使得执行其电业设备或用电设备 之工程设计监造等业务 技师工会亦不得拒绝其加入 电器承装业及公用电设备检验维护业所 聘雇从事电力工程相关工作人员 应具备下列资格之一 一、电力工程相关科别技师考试及格 并领有技师证照者 二、电力工程相关技能 检定合格取得技术试证者 三、本法中华民国96年3月5日 修正之条文实施前 依法考验合格取得证书之电降 本法中华民国某日某日修正之条文实行前 已向直辖或县市主管机关 登记担任电器技术人员之限职人员 或曾办理登记且 期间超过半年之人员于修正 其时候未符合前项资格者 仍具备任期原登记级别之 电器技术人员之格 电器层装业与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业之资格要件登记 撤销或废纸登记及管理之规则 由中华主委机关定之第60条 装有电力设备之工厂矿场 共公众使用之建筑物 及受电压属高压以上之用电场所 应至专任电器技术人员或委托 用电设备检验维护业 负责维护与电业供电设备分界点以内 一般及紧急电力设备之用电安全 并向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办理 登记及定期申报检验维护记录 前项订定设备与用电场所之 认定范围登记撤销或废纸登记 维护申报期间 记录方式与管理专任电器技术人员之 认定范围资格管理期 其他应遵循事项规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义之第61条 定义设备或用户用电设备 属于中央主管机关锁定工程范围者 其设计及兼照应由依法执行 登记之电机技师或相关专业技师办理 锁定工程范围应由电机技师或电器城装业办理 但该工程仅供政府机关或公营事业机构 致用时得由该政府机关或公营事业机构内 依法取得电机技师或相关专业技师证书者 办理设计及兼照 前项用户电设备工程范围应一本法 中华民国94年1月19日修正施行 前既有电业实施之工程范围为准 其修正时中央主管机关应会商全国性电机工会 有关电器工程工业统业工会 及其他相关工会定制 电业或用户未依第一项规定办理者 其属于电业设备者中央主管机关应禁止电业使用 该设备其属于用户用电设备者 电业对该设备不得供电 第62条 电器层装业及有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1.使用他人之登记执照 2.将登记执照交由他人使用 3.于停业期间参加投标或承软工程 4.擅自检审工业 5.将工程转包分包或转托无登记执照之业者 6.工程分包超过委托总价47% 7.对于受委托办理层装检验维护为虚伪不实之报告 主管机关基于健全电器层装业及用电设备检验维护管理 维护公共利益及安全或应检查和前向行为 及登记资料要件之需求的通知 电器层装业及用电设备检验维护申报时 或提供有关资料必要时的派员查核 电器层装业及用电设备检验维护业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第63条 用电场所所致之专任电器技术人员 应执行业务所为之程序或报告不得有虚伪不实之情形 第64条 发电业按其不含再生人员发电部分之全年存益 超过实收资本总额25% 应以超过半数加强机组运转维修与投资降低污染排放之设备 其余半数为投资再生人员发展之用 发电业生产电人之电力排碳系数 由于电业管制机关 第28条 第二项所定基准者不是用前项规定 第一项 加强机组运转维护 投资降低污染排放之设备 与投资再生人员发展等经费之认定运用管理及监督 四项规则 由电业主管机关定制 第65条 为促进电力发展营运提升发电输电与 变电设施周边地区发展及居民福祉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应依生产或传输之电力度数 一定比率设置电力开发协助 以协助直辖之后 县市主管机关推动电力开发与社区和谐发展事宜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应就前项电力开发协助 经使用方式范围及其监督等相关事项 报请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合备后 转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必要时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得派原查核发电业及输配电业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第一项电力开发协助 提拨比率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 第66条 为落实资讯公开 电业应按月将其业务状况 电能供需及财务状况 编剧简明月报 并应于每届营业年度终了后 三个月内编剧年报 分送电业管制机关及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并公开相关积序第一项 应公开之资讯简报阅历 年报内容与格式 由电业管制机关公告之 第67条 主管机关对于电业设备 及第30条第一项 规定之安全保护措施 得随时检验 其不合格者 应限其修理或改换 如有发生危险之余事 得命其停止工作及使用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 对于前项检查 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第七章 自用发电设备 第68条 设置装置容量2000M以上 自用发电设备者 应填据用电计划书 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许可 未满2000瓦者 应填据用电计划书 送直辖事故县市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转送电业主管机关备查 前项自用发电设备之许可 登记撤销或废止登记 与变更等事项之申请程序 其间审查项目及管理之规定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制第69条 自用发电设备 生产之电能 等授予公用授电业 或授予输配电业 作为辅助服务之后 其销售量以总装置容量 至20%为限但有限的情形者 不在此限 依能源效率达电业管制机关 所定标准以上者 其销售量达总装置容量 52% 生产电能所使用之能源 属于再生能源者 其生产之电能得全部销售于电业 前项购售之契约设置容量 2000瓦以上 自用发电设备者 应送电业管制机关 备查未满2000瓦者 应送直辖或县市主管机关备查 并将赴本送电业管制机关 第70条 自用发电设备装置 设置之用户用电设备 应在其有自有地区内为之 但不妨碍当地电业 命经68条第一项之许可 机关核准者不在此限 自用发电设备生产之电能 符合下列条件者 得透过电力网转供制用 依生产电业之电力排碳系数 述优于电业管制机关 所依第28条第二项 所定制基准 二 属申请共同设置 自用发电设备时 共同设置人 个别投资比率 应达5%以上 三 生产之电能 不得转售于 受电业或输配电业 前项自用发电设备 设施者 申请电力网转供制用者 准用第10条第一项 及第46条第三项规定 依第二条规定设置之 自用发电设备之电源线 准用第39条第三项 至第5项 第40条至第44条 之规定 第71条 自用发电设备之装置 供电设置 防护通报 电信公路 公交公交 主任技术员 准用第25条第三项 第26条 第29条 至第31条 第34条 第35条 第37条 及第58条规定 第8章罚则 第72条 为第15条 规定取得电业执照 而经营电业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 处新台币 250万元以上 1000万以下罚还 并限期改善 请接重大者 得勒令停止营业 借其未改善 或经勒令停止营业 而继续营业者 得暗次处罚 第73条 输博电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 处新台币 250万元以上 750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次处罚 一 为一第八条 第一项规定 负责电力调度 二 为一第八条 第二项规定 拟定电力调度规格 或为一 核定之内容 执行调度业务 且情节重大 第74条 电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 处新台币 150万元以上 750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次处罚 一 无正当理由 或为一 第九条 第一项规定 辅助服务 二 违反第十八条 规定 拒绝电力网 互联之要求 三 违反第十九条 第一项规定 未经核准 而擅置停业或歇视 违反第21条 规定 未经同意 而进行并购 五 为一 第27条 第一项规定 准备适当备用 电容量 六 为一 第28条 第一项符合 公告之 电力排碳 系数基础 七 违反第45条 第三项规定 未经核准 而设置电源线 直接供电与用户 八 违反第46条 第一项规定 未规划 新建或维护 全国之电力网 九 违反第46条 第二项规定 拒绝设置 由电力网连结 至用户之线路 十 违反第46条 第三项规定 对特定对象 有不当之差别 待遇或未经许可 而拒绝将电力网 提供电业使用 十一 违反第47条 第一项 及第二项规定 设置主要发电设施 十二违反第47条 第三项规定 拒绝用户之供电 请求 十三 未一第54条 规定之时间供电 是 违反第57条 规定拒绝政府机关 要求紧急供电 十五 违反第64条 第一项规定 未将存益超过 部分之半数 用于加强机组运转 维护与投资 降低污染排放之设备 或其半数 用于投资再生的源发展 有前项 第二款 第七款 至第15款 请进制议者 经电业管制机关 处罚 且依前项规定 暗次处罚 达两次者 并得热令停业 三个月至六个月 测换负责人 或废止其电业执照 第75条 电业有限的 请进制议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 处罚新台币 1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次处罚 一 为一第四条 第二项规定 设施独立董事 二 违反第六条 第一项规定 监行其他电业 第二项规定 未经核准 而监行其他事业 第三项规定 未建立分别计算 盈亏之会计制度 或交叉补贴 或违反第四项 所定准则中 有关会计分离制度 会计处理之方法 程序与原则 或会计监督及管理之规定 且情结重大者 第三 违反第十五条 第一项规定 未取得工作许可 正而施工 第四 违反第十六条 第一项规定 未经核准而变更 其主要发电设备制 能源种类 装置容量或厂子 且施工 违反第十七条 第二项 所定办法中 有关设备供电量 容量之申报 成立及其一间 管理之规定 且情结重大者 第七十六条 第一页有下列情绪之一者 由中央主管机关 处罚新台币 1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限期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一 未一规定 未一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 所定规则中 有关电业设备之范围 项目配置 及安全事项之 规定设置电业设备 二 未一第二十六条 第一项规定 之电压及频率标准供电 三 未一第二十九条 规定 自备各种必要之电表仪器 四 未一第三十条 第一项规定 安装安全保护设施 五 未一第三十一条 第一项规定定其检验 及维护其电业设备 并记载其检验 及维护结果 六 违反第三十七条 第二项 所定规则中 有关线路设置 间隔距离施工安全之规定 七 未一第四十九条 第二项规定 设置之电业 或收费费率 收取费用 八 未一第五十八条 规定设置主任技术员 九 未一第六十五条 第一项规定 设置电力开发协助 电业未一第四十九条 第二项规定 公告电价 或各种收费费率 由中央主管机关处罚 新台并五十万元以上 一百五十万元以下 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改次处罚 第七十七条 电业法 未一第六十六条 第一项规定 送备查或公开相关资讯 或违反第二项规定 拒绝补充说明 或拒绝查核 由定业管制机关 或中央主管机关处罚 新台并一百万元以上 三百万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次处罚 第七十八条 定业有下列请庭 第一者 由中央主管机关 处新台并一百万元以上 三百万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次处罚 一 未一第二十五条 第二项规定 建立或更新电力 网地理资讯系统 拒绝补充说明 或接受检查 二 违反第七十六条 第一项规定 位于期限内修理 或改换不合格 规定之电业设备 或安全保护设施 三 违反第六十七条 第二项规定 规避妨碍或拒绝 检查业 第七十九条 定业有下列请庭 之一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 处罚新台并 五十万元以上 一百五十万元以下 之罚还 一 违反第十二条 第二项规定 规避妨碍或拒绝 电业管制机关 之命令或查核 二 未一第十七条 第一项规定 期限办理延展 二 第三 未一第二十二条 第三项规定 限期申请 换发电业执照 有前项第一款 至第三款之情形 得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刺处罚 第八十条 发电业或输配电业 未一第三十五条 规定通报 由主管机关处罚 新台并五十万元以上 一百五十万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刺处罚 自用发电设备设施的 未一第七十一条 准用第三十五条 规定通报 由主管机关处罚 新台并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的暗刺处罚 第八十一条 定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由直辖之后 限期主管机关处 新台并五十万元以上 一百五十万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的暗刺处罚 一 未一第三十二条 第一项规定检验 对未经检验合格 用户接电 未定期检验 未记载定期检验 结果及未通知不合格用户 限期改善 二 违反第三十二条 第三项规定 规避妨碍或拒绝申报 提供有关资料或拒绝查核 三 未一第三十四条规定 立即派技术员工 携带明显标志设施防护 四 未一第四十三条规定 期限申报或通知 五 未一第五十五条规定 办理申请核准或补行报告 六 违反第五十九条第二项规定 未查明 因减复之申报 竣工完全证明 但予以接电 其违反第五十九条 第三项规定 受理电业设备或用户设备 这位是工程 减复 未查明 因减复之电名 技术公司 公发会之会员证 以及扇指核查或接电 八 违反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 未送直较至县市主管 机会核准电力 开发协助金使用方式 范围及监督等相关事项 或规避妨碍 拒绝查核 或未依核准之内容 执行第八十二条 自用发电设备者 是有相对行业之一 则处新来币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访问 并得限期改善 接期未改善者的暗示处罚 一 违反第六十八条第一项 规定未经许可而设置 或违反第二项锁定规则中 有关自用发电设备之管理规定 且情节重大 二 违反第六十九条第一项规定 销售电人 三 违反第七十条第一项 规定设置用户用电设备 是 未依第七十一条 准用第三十四条 规定立即派技术员工 携带明显标志实施防护 自用发电设备设置者 有前项 第一款是第三款是情形者 其装置容量的两千瓦以上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处罚 装置容量未满两千万瓦 由直辖市或限制主管机关 开处罚 自用发电设备设置者 有第一项是第四项情形者 由直辖市或限制主管机关处罚 第八十三条 为办理登记而经营 电器盛装业或利用 电或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业者 由直辖市或限制主管机关处 新台币20万元以上 100万以下罚还 有前项之情形 直辖市或限制主管机关 得通知限期改善 情节重大者 并勒令停止营业 借其未改善或不停止营业者 得暗刺处罚 第八二四条 电器盛装业 有或用电设备检验维护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由直辖市或限制主管机关 处新台币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之罚还 一 为一第五十九条 第一项规定 加入相关同意工会 二 聘雇不符合 第五十九条 第五项或第六项规定 资格之里面 从事电力工程相关工作 违反第六十三条 第一项规定 四 违反第六十二条 第二项规定 规避妨碍或拒绝申报 提供有关资料或查核 有前项之情形 直辖市或限制主管机关 得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得暗刺处罚 有前项第一款之情形 勤结重大者 并得勒令停止营业 三个月至六个月 或废此登记 第八十五条 同意工会违反第五十九条 第一项规定 拒绝业者加入 由中央主管机关 处新台币 10万元以上 50万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得暗刺处罚 装有电力设备工厂 矿厂 共公共场所之使用之建筑物 或受电压 属于高压以上之用电 场所之负责人 违反第六十条 第一项规定 未至专任电技术人员 或未委托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业者负责维护 与电业供电设备分界点 以内之电力设备之用电安全者 由直辖或县市主管机关处 新台币 10万以上 15万以下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得暗刺处罚 会同电业停止供电 第八十六条 自用发电设备设置者 有下列行政制议者 由中央总管机关处 新台币5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得暗刺处罚 一 未一第七十一条 准用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锁定规则中 有关电业设备之范围项目 配置及安全事项之规定装置 自用发电设备 第二 未一第七十一条 准用第二十六条 第一项规定之电压 及频率标准供电 三 未一第七十一条 准用第二十九条 规定设置对各种必要之电表仪器 四 未一第七十一条 准用第三十条 第一项规定装置安全保护设施 五 未一第七十一条 准用第三十一条 第一项规定检验及维护其自用 发电设备 并记载其检验及维护结果 六 未一第七十一条 准用第三十七条 第一项规定设置路线 七 未一第七十一条 准用第五十八条 规定至主任技术员 第八十七条 有下列情绪之一者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 机关处新台币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完 并得限期改善 新级未改善的案子组 一 不符合第五十九条 第五项或第六项规定 资格从事电力工程相关工作 二 违反第五十九条 第七项所定规则中 有关电器承载业与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业管理之规定 三 装有电力设备工厂 矿厂共公众使用之建筑物 或受电压 或受电压属高压以上 用电场所之负责的 违反第六十条 第一项规定 未办理登记 或未定期申报检验记录 或违反第二项锁定规则中 有关电力设备 与用电场所之记录方式 管理或专任电器技术人员之管理 其他应遵循之四项规定 四 专任电器技术人员 违反第六十三条规定 有前三项之情形 直加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并得会同电业对负责人 未办理登记 或未定期申报检验记录之 用电场所停止供电 第九章负责 第八十八条 未减缓电价短期大幅波动 对民生经济之冲击 中央主管机关得设置 电价稳定基金 前项基金之来源如下 一 公用售电业年度决算调整后 盈余超过合理利润数 二 政府寻预算程序之拨款 三 电业捐助 四 企业捐助 五 资金捐助 六 其他有关收入 第八十九条 电业发电业设有核能发电厂者 与其核能发电厂营运期间 应提拨充足之费用 作为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 作为放射性废弃物处理 运送储存 最终处置储夷及必要之回馈措施等 所需后端处理与处理经费 第九十条 中华中管机关得成立财团法人电力实验所 以专责进行电力技术规范研究 电力设备测试 提高电力系统可高度及供电安全 第九十一条 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实行前 取得电业执照者应于修正后六个月内 申请焕发电业执照 借其未办理者或已办理人不服本规定者 其原理电业执照应由电业管理机关公告注销之 经注销后人继续营业者 依第七十二条规定处罚 第九十二条 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实行前 其经营之电业务 经合为公用事业之发电者 其应属公用事业而取得之权利 得保障自原电业执照 营业年限届满为止 九十三条 电业于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实行前 定立之营业规则及规章 与本法规定不服者应于修正后 十四六个月内修正之 第九十四条 核能发电业设备 于中华民国一百一十四年以前 全部停止运转 第九十五条 自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实行日起 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 有关电力及其他电器事业之规定 不再适用 第九十六条 本法处以令定实行日起者 自公布日实行 委员刘建国等十六人提案 第五十六条之一 为减少事业排放空气污染物 维护民众健康 提升生活品质 订阅设备 应禁烧生煤石油胶 或其他抑制空气污染之物质 前向禁烧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有关机关定资 订业设备停烧后 改采之燃料 应成立公开透明之审议委员会 预于审议 其组成和审议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资 委员郑英鹏 等十七人提案第六处条之二 为鼓励生育 积极营造有力养育之友善环境 减轻育儿之经济负担 电业供给使用之家庭用电 应给予家庭12岁以下儿童 每人一定用电而度数电费之减免 前向电费减免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资 并每五年检讨一次 委员高志鹏 等五十一人提案电业法修正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开发国家电力资源调节电力供需 促进电业公平竞争及合理经营 保障用户权益 确保稳定供电与弹性 增进社会福祉 以达国家永续发展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 电业 指依本法核准之区域型综合电业 发电业 输电业 配电业及受电业 二 发电业 只设置发电厂 以销售电人之非公共事业 三 输电业 只设置输电线路及便电所 以转工电人之公用事业 四 配电业 只设置配电线路及便电所 以转工及销售电人之公用事业 五 受电业 只专门从事电人买卖之非公用事业 六 区域型综合电业 指直辖市县市政府与配电业合主经营 可包含发电业或受电业业务之公用事业 七 营业区域 指中央主管机关 依职权或申请核定 公中和电业或配电业经营业务之区域 八 电业设备 指经营发电 输电 配电等业务所需用之设备 九 主要发电设备 指缘动人 发电机或其他备备之人员转换装置 十 电力调度中心 以本法规定成立 负责全国电力调度及输电线路系统与电力网管制之材人法人 十一 再生人员 指再生人员发展条例第三条锁定之再生人员 十二 用户用电设备指用户为接收电人锁装置之线路 变压器 开关等设备 十三 电力网 指连接输电配电线路及变电设备 以输送电人之系统 十四 线路 属于同一组合之导线本身与其支持设施 十五 电源线 指发电厂连接至电力网 以注售电人之线路 十六 供电 指电业透过电力网转供或销售电人至用户 以提供电人之服务 十七 直供 指发电业自设线路连接至用户处 并输送电人与用户之行为 十八 转供 指电业透过其他输配电业之电力网 代为输送电人至用户或电业之行为 十九 用户 指依电业营业规章之规定 向电业请求供电者 二十 电业承装业 指经营与电业设备及用户 用电设备相关之承装事项之四页 二十一 用电设备检验维护业 指经营与电业设备及用户 用电设备相关之检验维护事项之四页 二十二 虚量反应 指应应电力系统状况 而为电力使用之改变 第三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经济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中央主管机关应办理下列四项 一 电力政策之分析研拟及推动 二 全国电业工程安全电业设备 之监督及管理 三 用户用电安全之监督及管理 四 全国其他电力技术及安全 相关业务之监督及管理 五 电力开发协助 经提拨比例之公告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应办理辖区内下列事项 一 办理用户用电设备检验之协助及查验 二 电业设备安全之查验 三 电业与民众争议之处理 四 电力工程行业 电力技术人员及用电场所之监督及管理 五 电力开发协助金之核准与查核 六 其他电力技术及安全相关业务之监督及管理 为推动电业自由化确保用户用电权益 有效管理电业经营及监督电力市场公平竞争 由行政院指定电业监管机关办理下列事项 一 电业及电力市场之监督及管理 二 电力调度之监督及管理 三 用户用电权益之监督及管理 四 电价与各种收费费率及其计算方式之核定及管理 五 监督电力调度之执行及调处电力调度中心与电业间 电业与电业间 用户与电业间及其他与电业相关之争议 行政院指定电业管制机关前前项各款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办理之 第四 输电业应以国营移加为限 其业务范围涵盖全国 设置区域型中和电业 核能发电之发电业与容量在2000瓦以上之水利发电业 以公营为限 前项所称公营指政府出资或政府与人民合营 且政府资金超过50%者 由公营事业转投资 其出资合计超过50%者一同 第五 电业之组织 以依公司法设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为限 第六 公用电业兼营电业以外之其他事业 因以不影响公用电业业务经营及不妨害公平竞争 并经电业监管机关核准者为限 发电业及受电业兼营电业以外之事业 应报警电业机关电业监管机关核备 现今之全国性中和电业 及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因依第十章负责第111条至第115条之规定 分阶段进行其发电输电配电业务及核能电厂之分割独立 电业不得经营其他电业为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 前向完成分割独立前之全国性中和电业 二 区域型中和电业 第七条 电业经营发电业务 因依使用不同人员种类之发电设备 建立分别计算盈亏之会计制度 并不得交叉补贴 同时经营二个以上营业区域或二种以上公用电业者 因依其营业区域或经营类列别 建立分别计算盈亏之会计制度 不得交叉补贴 经核准兼兼之公用事业 公用电业一同 区域型中和电业及本法中华民国 千年千月千日修正之条文 施行前取得电业执照之电业 因依发输配售电业务 建立分别计算盈亏之会计制度 不得交叉补贴 发电业务因依第一项规定办理 第一项第二项及第三项 电业会计分离制度 会计处理之方法 程序与原则 会计之监督与管理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准则 由电业监管机关定职 第二章 电业调度 第八条 电业调度 因因本安全公平公开经济 及人员政策原则为之 第九条 未使电业调度 符合安全公平公开经济 及人员政策原则 电业监管机关 因于本法中华民国 千年千月千日修正之条文 实行之日起 六个月内辅导成立财团法人 电力调度中心 为成立前项之电力调度中心 本法中华民国 千年千月千日修正之条文 实行前取得电业执照者 应于申请泛发电业执照前 捐助一定金额 于本法中华民国 千年千月千日修正之条文 实行后 新设或扩建之发电业 输电业 配电业 区域型综合电业 应于申请合发或泛发电业执照前 以一定金额捐助或捐赠电力调度中心 前二项 电业捐助与捐赠之一定金额 方式与电力调度中心申请 设立许可之要件 程序 设立基准 监督及管理等相关事项之规则 由电业监管机关定制 第十条 电业之董事监察人 股东或受雇人 不得为电业调度中心之执行长 执行首长 电业调度中心之董事监察人 由电业监管机关指派 之有关专家认知 董事应组织董事会 由电业监管机关指派 之董事中选任一人为董事长 董事监察人 之任其均为三连 连派得连任 第十一条 电业调度中心 因依电业监管机关锁定 电业调度规则 执行电业调度业务 电业调度中心未成立前 电业调度业务 由电业监管机关指定本法 中华民国 圈年圈月圈日修正之条文施行 前取得电业执照之电业执行之 被指定之综合电业不得拒绝 第一项 电业调度之范围 项目程序 规范 费用 分摊及紧急处置等四项 由电业监管机关 订定电业调度规则 管理之 第十二条 输电业应接受电业调度中心之调度 不得拒绝 第十三条 下列电业设备所生产或输送之电人 应接受电业调度中心之调度 但有正常正当理由 经电业监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线 一区域型中和电业设置之发电厂电源线路及便电所 二输电业设置之输电线路及便电所 发电业生产或购售之电人 需用电力网输送者 得请求电力调度中心调度 第十四条 电业所生产或购售之电人 经由电力调度中心调度者 应按其接受调度总量缴交电力调度费 区域型中和电业及输电业设置之线路及便电所 应依其转供电人数额及费率 向使用该电业设备之电业收取费用 前向转供费用应由电力调度中心代收之 第十五条 电力调度中心为电力市场发展之需要的规划 设立电力交易所 电力交易所之交易管理另以法律定之 第十六条 电力调度中心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以不公平之方法 直接或间接阻碍电业接受调度 使用电力网或参与市场 二 无正当理由 使调度相对人给予优先调度 特别优惠或差别待遇之行为 三 其他滥用执行电力调度业务之行为 第十七条 电力调度发生争议时 应先依电力调度中心之指示办理 并得由电业或电力调度中心 送请电业监管机关调处 再依调处结果办理 第十八条 电力调度中心应上网即时揭露 其执掌内电力调度及市场运作之相关资讯 前向资讯揭露内容及格式 由电业监管机关定职 第十九条 电力调度中心应违反法律或营运不善 自有无法继续营运之余时 电业监管机关得派员或指定输电业接管 继续办理电力调度业务 前向接管之要件程序 其兼费用负担与管理 其监管人之选派职权行为基准 监督与其他应遵行四项之办法 由电业监管机关定职 第二十条 电力调度中心应提拨一定数额之营运保证金 以致应应重大事故发生或营运不善 自有无法正常或继续营运之余 或调度不当时之赔偿营运或接管等费用 营运保证金应信托或委托信托业 或其他金融机构经营之 第一项 营运保证金之数额基准 提拨调整与差额不足之时间与程序 运用范围 致应及相关管理事项之办法 及前向信托之经营范围与期限 受托机构或委任保管机构之资格 评选程序 费用致应 管理监督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定业监管机关定职 第二十一条 定业监管机关为保护公益或定业及用户权益 得随时令电力调度中心提出财务或业务之报告资料 或查核其业务财产帐铺书类或其他有关物件 发现有违反法令之重大嫌疑者 并得封存或调取其有关证件 电力调度中心对于前向命令及查核 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第三章 许可 第二十二条 定业监管机关为电业筹设或扩建之许可时 除审查计划之完整性 应将人员政策 国土开发 区域均衡发展 环境保护 定业公平竞争 电人供需与电力系统安全纳入考量 定业监管机关为维持电力系统安全 人员政策及电人供需之区域均衡 得以适当之人员配比规划或限制主要发电设备之使用人员种类及设置区域区位 第二三条 为鼓励分散型区域供电系统及地方区域发展之需要 电业监管机关得许可新增筹设设区域形综合电业之申请 第二四条 定业于筹设或扩建设备时 应填据申请书及相关书件 向定业监管机关申请筹设或扩建许可 前项许可之申请 依环境影响评估法规定需实施环境影响评估者 并应减负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完成审查或认可之环境影响评估书件 第一项筹设或扩建许可期间为三年 但有正当理由的申请延展一次 展期不得欲二年 第二四条 定业监管机关得依职权或申请 审卓下列四项 发昏及调整区域营业区域 一、行政区域 二、人口分布 三、经济效益 四、自然地理环境 五、公平竞争 六、其他特殊需要 定业监管机关因于本法修正施行后一年内 依前项各款规定要求本法中华民国 圈年圈月圈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 取得电业执照之全国性综合电业 及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就其配电业务划定不同之经营区域 并依不同营业区域分割成立个别之区域发配电公司 第二十六条 电业应于筹设或扩建许可期间内 取得电业监管机关核发之工作许可证 开始施工 并应于工作许可证有效期间内施工完均 前项工作许可证有效期间为五年 但有正当理由 经电业监管机关核准展期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六条之一 电业应于施工完均后三十日内 向电业监管机关申请合发或泛发电业执照 前项申请应经电业监管机关派员查验合格 并取得合发或泛发之电业执照后使的营业 电业执照应载内容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二十七条 受电业应填据申请书 向电业监管机关申请合发电业执照 使得营业 电业执照应载内容由电业监管机关定制 二十八条 电业经核准筹设许可 扩建许可或工作许可证证 非经电业监管机关核准 不得变更其主要发电设备之人员种类装置容量或厂子 前项变更之审查准用第二十二条规定 第二十九条 电业执照所载主要发电设备之人员种类装置容量或厂子变更者 电业应于变更前依第二十六条及第二十六条之一规定办理 电业有下列其次之一者 电业监管机关得进为变更电业执照 电业登记并换发电业执照 一违反法令经勒令停工 二经营区域经电业监管机关依职权核定变更 电业执照所载事项有变更时 除本法令有规定外 电业应依供实执照变更后三十日内 向电业监管机关申请泛发电业执照 电业有下列情侦之一者 电业监管机关得废止其电业执照 一滥用市场地位行为 危害交易秩序经判刑确定者 二违反法令受热令卸业处分 仅处分机关通知电业监管机关 第三十条 除受电业外电业执照有效期间为二十年 至电业监管机关和发电业执照之发造日期起算 起满一年前 得向电业监管机关申请延展 每次延展最长以十年为限 前向延展之审查 准用第二十二条规定 受电业之电业执照有效期间为五年 至电业管制机关和发电业执照之发造日期算 起满六个月前 得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延展 每次延展期不得预三年 第三十一条 区域型综合电业输电业或配电业 对于其他电业或设置自用发电设备者 要求与其电业网互联时不得拒绝 但要求互联之电业设备或自用发电设备 不符合第三十七条第一项第三项 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七条至第四十一条 第八十四条准用上开规定或第四三条规定者不再此限 第三十二条 区域型综合电业或配电业不得直接供电与其营业区域以外之用户 但有正当理由经用户属在地区域型综合电业或配电业同意 并送电业监管机关被查者不再此限 第三十三条 定业不得擅自停业 但发电业受定业经电业监管机关核准者不再此限 发电业受电业停业不得超过一年 并依于停业前减据停业计划向电业监管机关申请核准 定业不得擅自歇业 凝歇业者应于歇业前凝据歇业计划向电业监管机关申请核准 并于歇业之日起15日内将定业执照报角电业监管机关注销 借其未报角者由电业监管机关得禁语行注销 第三十四条 电业停业歇业为依第30条规定申请延展至电业执照有效期限借满 或经废止电业执照者 定业监管机关为维持电力供应 得协调其他电业接续经营 其条不成时得使用其电业设备继续供电 但使用发电业之设备 电业设备应给予合理补偿 第三十五条 定业间依企业并购法规定进行并购者 因由你并购之定业共同检据并购计划书 载明并购后之营业项目 营业区域资产负债及其资本额 先向定业监管机关申请合发同意文件 第三十六条 电业筹设扩建施工之许可 执照之合发 变更延展与停业 歇业并购等事项之申请程序 因被输件及审查原则之规则 由电业监管机关定之 第四章 工程 第三十七条 电业网设备 应依规定设置电业设备 其装置规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公用电业应建立电力网地理资讯管理系统 记载电力网线路名称电压分布位置 使用状况等相关资料 并适时更新 主管机关于必要时 得通知公用电业提供电力网相关资料 并令其补充说明或派员检查 第一项电业设备之范围项目配置 安全事项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职 第三十八条 电业应依规定之电压及频率标准供电 但其情形特殊 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线 前向电压及频率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职 第三十九条 电业应自各种必要之电表仪器 记载电量、电压、频率、功率因素 负载及其他相关事项 第四十条 电业应依规定于电业设备装置 安全保护设施 前向安全保护设施之装置处所 方法、维修、安全规定 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职 第四十一条 电业应定期检验及维护其电业设备 并记载及维护检验结果 前向电业检验维护项目周期 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职 第四十二条 地方主管机关对于电业设备 及第四十条第一项规定之安全保护设施 得随时查验 其不合规定者 因令电业限期修理或改换 如有发生危险之余时 并得停止其工作及使用 电业对于前项查验 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第四十三条 电业对用户装置之用户用电设备 应检验合格后方得接电 对于装置之用户用电设备 应定期检验并记载其结果 如不合规定 应通知用户限期改善 用户拒绝接受检验 或在指定期间为改善者 电业得停止供电 前项检验 电业得委托依法登记 职业之专业技师 或依第75条规定 登记之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业办理之 第一项用户用电设备之范围 项目要件配置 及其他安全事项之规则 及前项检验之范围 基准周期之程序 及办法之 及程序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十四条 电业与其电业设备附近 发生火灾或其他非常灾害时 应立即派技术员工 攜带明显标志施行防护 必要时得停止一步 或全部供电 或拆除危险陷入 第四十五条 电业发生各类灾害 紧急事故 或有前条锁定情形时 应同时通报各级主管机关 前项应通报事项 实现方式程序 及其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十六条 电业及电力调度中心 为营运调度或保障安全之需要 得以通讯相关法规设置专用电信 电业为有效运用资源 得以第六条 及电信相关法规规定 申请经营电信业务 第四十七条 电业设置线路与电信线路间 有接近或供驾需求时 得以平行交叉或供驾方式设置 并以注意间隔距离及施工范围等安全规定 前项电业之线路及电信线路平行交叉或供驾设置 间隔距离施工安全等事项之规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定制 第四十八条 公用电业因设置线路之必要 得以公有土地及河川、沟举、桥梁、堤防、道路、绿地、公园、林地等 公用使用之土地及其上空或地下设置线路 并以事先征得其管理机关构同意 无法取得同意时 得请该主管机关协调后送请行政院核定之 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条 国有财安法第二十八条 及地方政府工产管理法规定之限制 第四十九条 公用电业因设置线路之必要 得以私有土地及其上空地下或建筑物之上空地下设置线路 其设置已不妨碍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违宪 并选择损害最少之住所及防法为之 如有损害应于合理赔偿 且应于施工七日前以书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 全项设置输电线路 支持设施所需用之私有土地 由公用电业与所有权人协议 以一般买卖价格架构或其 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使用权利 架构不成或无法取得使用权利时 得提送电业监管机关 第一项输电线路通过之需用空间范围 因协议给予合理之补偿 前项输电线业线路通过之需用空间范围 为34万5千伏特导线水平两侧外圆外加4公尺 6万9千伏特及16万1千伏特导线水平两侧外圆外加3公尺 地下输电线路通过之需用空间范围为构造物水平两侧外圆外加1公尺 第二项至第四项土地及需用空间范围使用程序 使用范围界限之划分与应遵行四项及第三项补偿基准 由定业监管机关汇同中央地震主管机关定之 第50条 公用定业对于妨碍线路勘测施工或维护之职务 得于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后砍伐移植或修剪之 通知无法送达得以公告方式办理 前项职务位于国家公园或保育相关法规公告划设之区域者 应先征得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同意 所有人或占有人因第一项之砍伐移植或修剪而遭受损害者 公用定业应与赔偿 第51条 公用定业对于第54条至第45条至第47条规定之四项 会避免紧急危难或预防非常灾害 得先行处置 但应于三日内报告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及有关机关 并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 第52条 原设有电力网线路之土地 所有人或占有人 应需要变更其土地之使用时 得申请迁移线路 其申请应以书面开具理由 向公用电业提出 经公用电业查实后 予以遗签 除涉及公路之使用 依公路法相关规定办理者外 所需公料费用负担办法 由电业监理监管机关定制 第53条 第48条至第52条 所规定之四项 公用电业与所有人或占有人发生争议时 得提请电业监管机关及地方主管机关调处 调处不成及依法定程序处理 第5章 营业 第54条 输电业应新建及维护特高压以上输电线路 及便电所 以提供电人转工服务 但不得购售电人 输电业应依公平公开原则 提供电人转工服务 以收取费用 不得对特定对象有不当之差别待遇 非有正当理由并经电业监管机关核准 不得拒绝提供电业使用 第55条 区域型综合电业及配电业 对营业区域内用户之供电请求 非有正当理由并经电业监管机关核准 不得拒绝 区域型综合电业得于其营业区域内外 设置发电厂及电源线 并得向营业区域内外之电业或自用发电设备购买电人 第56条 配电业应规范新建及维护其营业区域内之配电线路及并向营业区域内外之电业或自用发电设备购买电人 以满足其用户之电人需求 配电业不得于其营业区域内外设置发电厂及电源线 配电业或受电业为销售电人 得透过具有电力网转购电人 配电业之配电线路应依公平公开原则提供所有电业使用 以转供电人并收取费用 不得对特定对象有不当之差别待遇 非有正当理由并送经电业监管机关核准 不得拒绝提供电业使用 第57条 发电业除因设置发电厂产生产电人外 并得向其他电业或自用发电设备购买电人 发电业除得透过电力网转供电人与用户外 并得自设线路至直接供电与用户 如透过电力网转功能转电人与用户 应设置电网电线电源线 前向转供用户之供电电压及用电容量规模 应由电业监管机关定之 电业监管机关并以本法中华民国 圈年圈月圈日修正之实行条文 实行后5年内全面开放一般用电用户之用电选择权 人员种类为再生人员者 其生产之电人得以转工或职工之方式 受予所有用户不受第三项之限制 第58条 为确保供电稳定及安全 区域型综合电业发电业及配电业 于透过电力网销售电人与其用户时 应就其电人销售量准备适量 备用供电容量 并向电业监管机关申报 该容量除于制设外 并得向其他定业或自用发电设备购买 为人员种类为再生人员 且发电容量不及二千瓦者 不在此限 前向备用供电容量之计算公式基准与范围 申报程序与期间审查集合 及相关管理事项之办法 由电业监管机关定支 第59条 区域型综合电业或配电业向用户收取电费 得定定每月基本电费 第一向基本电费才定定每月底度收取者 其用户每月实际用电度数超过每月低度时 以实际用电度数既收费电费 不得加计基本电费 第60条 区域型综合电业或配电业 对用户之供电得着收线路工程费 第61条 公用电业之电价及输电业配电业 与电力调度中心各种收费费率之计算公式 由电业监管机关拟定 并送进立法院审议后 审议通过后公告实施 其修正时一同 订阅监管机关订定前项电价及各项收费费率之计算公式前 应举办听证会 其修正时一同 公用电业及输电业配电业与电力调度中心 应依第一项公告之计算公式 拟定电价及各种收费费率 送请中央主管机关审议 核定后公告之其修正时一同 第62条 电业监管机关为办理第61条电价及各种收费费率之审议 应设立电价及费率审议小组 前项电价及费率审议小组 由中央主管机关首长担任召集人至委员8人 其中4人由电业监管机关 就经济法律会计等相关领域 学者专家临选担任 二人由政府机关代表担任 二人由电业监管机关 邀请消费者团体或社会公正人士担任 前项电价及费率审议委员会之审议规则 由电业监管机关定制 第63条 电价及费率审议小组 为办理电价及费率之审议 得要求电业提供相关资料 或要求电业指派人员列席会议说明 电业不得拒绝 第64条 为降低电价短期间大幅波动 对民生经济之冲击 中央主管机关得设置电价稳定基金 用于一般民生用电电价之短期补贴 前项电价稳定基金设置管理条例 另以法律定之 第一项电价稳定基金完成设置前 并为应应现存全国性综合电业 进行分割独立可能之冲击 中央主管机关应建立电价稳定机制 以降低电价短期波动 对一般民生用电负担之冲击 其相关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六十五条 经由区域型综合电业或配电业供电之用户 应无偿提供场所 以装设电路表 前项电路表由该区域型综合电业或配电业被制 并维护之 第一项是电路表应于本法中华民国 千年千月圈日修正之条文 施行后三年内全面更新为智慧型电表 第六十六条 公司立学校 庇护工厂 立案社会福利机构 及护理之家之用电 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编列预算补助之 其补助不得低于 缺年缺月 圈日修正条文 施行前之优惠标准 前项补助办法 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会同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一项 所称庇护工厂 立案社会福利机构 及护理之家 应经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之 第六十七条 使用维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辅具之 身心障碍者 家庭用电 维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辅具之用电 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编列预算补助之 及补助不得低于 缺年缺月 缺日修正条文施行前之优惠基准 前项身心障碍者家庭之资格认定 维生器材及生活辅具之适用范围 及用电补助办法 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会同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六十八条 自来水电气化轨道运输系统等 公用事业及公用路灯用电 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编列预算补助之 前项补助办法 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会商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六十九条 偏远地区一般家庭用电 由中央主管机关 编列预算补助之 前项偏远地区一般家庭用电之范围 及其补助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七十条 公用事业因全日供电 但因情况特殊 经电业监督管理机关 合作者的限制供电时间 为保障人民基本用电权 公用事业是非要正当的理由 对一般民生用电 或不得采任意断电 若必要采取断电措施 应符合比例原则 第七十一条 电业应不得已 对你全部或一部用电 除临时发生障碍的事后补行 报告外 应报请直较社会县市主管机关核准 并公告之一十五日子 直较社会县市主管机关 应报准电业监督管理机关核备 电业对于违规用电事情 得益起锁装置之 用电设备及用电种类 及其瓦数或马力数 按电业之供电时间 及电价计算损害 向违规用电者请求赔偿 其最高赔偿 以应年之电费为限 前向违规用电之查报认定 赔偿基准及其处理等事情之认定 由电业监管机关定之 第七十二条 政府机关为防御灾害 要求紧急供电时 电业及自用发电设备 应优先供电 电力调度中心应优先提供调度 其用电费用由该机关负担 第六章监督及管理 第七十三条 为调节电力电度执行 及调处电力电度中心 与用电业阶 电与电业兼用户 与电业阶及其他 与电业相关之正义 电力监管机关 应以公平公开原则处理之 第七十四条 电业应设置领友电力工程 相关科别技师证照之专责人员 负责监督第四十一条 与第四十二条 四项及统筹电业设备 相关工程事宜 前项相关专业技师之科别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上 中央技师主管机关公告 之第七十五条 电器监装业及用电设备检验维护业 应向直辖事务 现实主管机关登机 并于一个月内 加入相关工业统业工会 使得营业 相关统业工会不得拒绝 其加入用户用电设备工程 交易交易电器成装业成装 师座及装修 并在向电业申报 竣工工程时 因减负相关电器工程 工业统业工会 合发支申报 竣工会员证明单 方得接电 但其法令有特别规定者 不在此线 电业设备或用户用电设备工程 由依法登记职业之 电技师设计或监造者 其图样设计资料 及使用说明 及说明书 或竣工报告书 送电业审查核定时 应减负电机师工会 合发支会员证明 方得审查核定或接电 前向之技师应加入职业所 在地之技师工会后 使得执行电业设备 或用户用电设备 工程之设计或监造等业务 技师工会亦不得拒绝 其加入电器成装业 及用电设备检验维护业所 聘雇从事电力工程 相关工作里面 应具备下列资格之一 一 电力工程相关科技 及时考试及格 并领有机师证书者 二 电力工程相关科技 及时检验合格取得证书者 三 中华民国96年 3月5日修正之条文 实施前依法考验 合格取得证书之电价 电器成装业与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业之资格要件登记 测销或废止登记 及管理之规则 由中华职管机关定之 第76条 装有电力设备 至工厂 矿场 共公众使用之建筑物 及受电压 属高压以上用电场所 应至专任电器技术 或委托用电设备检验维护业 负责维护与电业 供电设备分界点以内 一般及紧急电力设备 至用电安全 并向直较之或县史主管机关 办理登记及定期申报 维护记录与用电场所 是认定范围登记撤销或废止登记 维护申报期间记录方式 与管理专任电器技术人员之 认定范围资格管理 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规则 由中华职管机关定义之第77条 电设备或用户用电设备 属于中华职管机关 锁定工程范围者 其设计及建造 应由依法执行 登记之电业技术 或相关专业技术办理 锁定工程范围 应由电机技术 或电器成装业办理 但该工程仅供政府 或供应事业支构事用时 得由该政府机构 或供应事业机构内 依法取得电机技术 或相关专业技术 政策者办理设计及建造 前项用户电设备工程范围 应依本法中华民国 94年1月19日修正式行前 既有电业设施工程范围为准 其修正式中华职管机关 应会上全国性电机技术 相关电器工程工业工会 及其他相关工会定制 电业或用户 为一第一项规定办理者 其属于电业设备者 中央主管机关 应废止电业使用该设备 其属于用电户设备者 电业该设备不得供电 第78条 电业承装业及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不得有下列 行为一 使用他人之登记执照 将登记执照交他人使用 三 于停业期间参加投票或承软工程 四 擅置减审工程 将工程转报分报 及转拖无登记执照 业者6 工程分报超过委托 总加57% 对于受委托 办理承装检验 维护或为虚伪不实 这报告 主管机关 基于健全电器承装业 及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业管理 维护公共安业及安全 因应应查 行为登记资格要件 得通知电器承装业 及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业者申报 或提供有关资料 必要时 得派遍检查电器承装业 用电设备 之类不得规避 维护或拒绝 第九十条用电场所 所设置的专任电器技术人员 因执行业务所谓的 陈述或报告 不得有虚伪不实的情形 第八十条 电业及电力电路 中心按月将其电能 供需应用财务中化 便据免疫业 报告定于连接 连接连接后四个月内 连接报告送电业监管机关 备查电业监管机关 对于显向世界报告 不得令其补充说明 或派员草的第一项 报告之内容 及资格格制 由电业监管机关店 之第八十一条 发电业之全年存益 超过实售资本额 是百分之二十五十 应以超过之半数 加强机组 云修降低 污染排放之设备 其余半数为 投资再生内源发展之后 再生内源发电业 不适用前向之规定 第一项加强机组 维护投资降低 污染排放之设备 与投资再生内源设备 这是经费之认定运用管理 与监督方法等相关规定 由电业监管机关定职 第八十二条 为促进电力发展 营运提升发电输电 与变电周背地区 发电业输电业及配电 应提报电力开发 使协助金使其使用方式 范围及其监督等相关事项 受地方主管机关核准 或送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必要时地方主管机关 得派员查核 前两项电力开发协助金资 踢破比例由中央主管机关 公告之第七章 自用发电设备 第八十三条 电业以外之其他事业团体 或自载人 得设置自用发电设备 以共自用或授予电业 自用发电业设备生产之 电人授予电业有效的行程 其销售能量 以总装置容量20%为限 以能源效率 达电业监管机关锁定标准以上者 其销售量得达总装置容量52% 能源总装为造成能源者 其生产是电人的全部销售 电业 前向购受契约 应送电业监管机关备查 第八二四条 设置装置容量2000瓦以上 自用发电设备者 应填据用电计划书 向电业监管机关申请许可 为满2000瓦者 应填据用电计划书 送直辖或限制主管机关许可 转送电业监管机关备查 前向自用发电设备之许可 登记撤销或废止登记与变更等事项 之申请程序期间 审查项目及管理之规则 由自研业机关顶值 第八十五条 自用发电设备 供电设置 防护通报及电信路线架设 使用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五条 之第四十七条 第九 四十九条 之第五十一条 第七十四条规定 第八章基金 第八十六条 电业及达中央主管计划水平 一定装置容量以上之 自用发电设备 应每年按其不含 再生能源发电部分 之总发电量 缴交一定金额 充足基金 作为能源研究发展 节约电力 普及电力网 更新及其他 经中央主管计划 核准之用途 依前项规定 因缴交之基金数 由中央主管计划考量 能源政策及公平负担原则 使能源之种类 及效率定定之 以基金之计算公司 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计划定制 第八十七条 电业有核能发电厂者 其核能发电厂 营运期间每年 按其缴纳核能之 总发电量 缴交一定金额 充足基金 作为放射性 废弃物处理 运送储存 最终处置及设施 储益等相关工作 所需经费 前项基金之计算公司 缴交期限 收取程序 及其他因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计划定制 第九章罚则 第八十八条 未取得电业执照 而进行电业者 由电业监管机关 处信贷币 250万元以上 1000万元以下罚还 并通知期限改善 或勒令停止营业 而借其未改善 或不遵从 而继续营业者 得暗日处罚 第八十九条 电力大作中心 有下列情侵制议者 由电业监管机关 处信贷币 250万元以上 750万元以下罚还 一 未一规定 只收费费率 而任意征收费用 二 未一规定 期限或数额 提拨或补充 营业保证 三 未一第十一条 第一项规定 专责经营电力调度 公司 四 未一第七十条 规定优先提供 调度有前向之行情 主管机关得通知限 及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日处罚 第九十条 电业有下列情侵制议者 由电业监管机关处 新台并150万元以上 750万元以下罚还 一 违反第十一条 第二项规定 拒绝接受 指定执行电力调度 业务 二 未一第十三条 规定接受调度 三 违反第三十一条 规定拒绝电力往互联 四 违反第三十二条 规定直接供与电力 及其他营业区以外 互之用物 五 违反第三十三条 第一项或第三项规定 未经核准三次营业或停歇 六 违反第三十五条 规定并购 七 违反第五十三条 第二项拒绝提供电业使用 八 违反第五十四条 第二项或第五十六条 第四项规定 对于特定对象 有不当之差别 待遇后未经许可而拒绝 将电力往提供电业使用 九 违反第五十四条 第一项弹书规定 受购 十 违反第七十条 规定供电 十一 违反第七十一条 规定擅置停止供电 十二 违一第七十二条 规定优先供电 有前向之情形 电业监管机关 得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得暗次处罚 处罚达三次者 并得废止其电业执照 第九十一条 电业有限的情形之一者 中央主管机关 应优先通知期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处新台币150万元以上 750万元以下 罚还并得暗次处罚 一 输电业未一第五十四条 第一项规定规划或新建 其营业区域内之电力往二 输电业未一核定之输电路线 分布图新建输电路线或配电所三 配电业未一第五十六条 第一项规定规划或新建 其营业区域内之配电线路 或变电所 第九十二条 电业有限的情形之一者 由中央主管机处 处新台币100万以上 500万以下罚还 一 未一核定之电价 各种收费费力收取费用 二 违反第六条规定 而接营者 或违反第七条规定 或未建立分别计算 盈亏之快据制度 或交叉补贴者 三 违反第二十四条 第一项规定 未取得工作许可质 而施工事 违反第二十四条 第一项规定 未经核准而施工 五 未一第三十七条 第一项规定 装置电力网设断 六 未一第三十八条 第一项规定 是电压及频率 提供标准供电 七 未一第三十七条 规定备制电表仪器 八 未一第四十条 第一项规定 装置安全保护设施 九 未一第四十条 第一项规定 检验或维护电业设备 或记载检验 维护结果十 未一第四十三条 第一项规定检验 用户用电设备 十一 未一第四十一条 第一项规定 设置电业路线 前项之请行 中央机关告知 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的暗示处罚 第九十三条 电力调度中心 有签略请行之一者 由电业监管机关 处信贷币 100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 法案一违反 第十二十一条 第二项规定 卫避妨碍 二 未一第六十一条 第三项规定 有公共收费 费率有限量 之请行 中央主管机关 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第九十四条 电业有限的行情之一 者由主管机关 处信贷币 100万以上 300万元以下 法案一 未一第三十七条 第二项规定 建立或更新电力网 地理资讯管理系统 或拒绝补充说明或检查 二 违反第四十二条 第二项规定 规避妨碍 或拒绝检验查验 违反第四十三条 第二项规定 委托未一法登记 之专业技术 试或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 办理检验 四 未一第五十八条 第一项规定申报 备用供电容量 五 未一第七十四条 规定设置专职人员 有请教师 行情 主管机关 得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第九十五条 定业有限的行情之一 者由主管机关 处心大批 五十万以上 一百五十万以下 房一 未一第二十九条 第三项规定 限期申请换发电业 直到二 未一第三十条 第一项规定 限期办理展言 三 未一第四十五条 第一项规定 办理通告各地主管机关 四 未一第六十一条 第三项规定公告 电交或各种收费费率 五 未一第七十一条 第一项规定 期限送起直较 或限制主管机关核准 六 未一第八十条 第一项规定 送请被查获 或违反同条 第二项规定 拒绝补充说明或查核 有前项第二款制 第五款制 请行 主管机关得限制 通知及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刺处罚 第九十六条 订阅有限的行程之一 主管机关处 信账币五十万元以上 一百五十万以下 法文一 未一第四十四条 规定 立即派技术员 或期待明显标志设施 防护二 未一第五十一条 第一项规定 但出限期规定报告 或通知三 未一第七十一条 第一项规定 期限送请 持家事务限制 主管机关要核准 有情形之一 持家事务限制 主管机关得通知 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的 暗刺处罚 第九十七条 设置置置用发电设备 有限的行程之一 者处信账币二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以下 法文一 未一第七十一条 规定优先公司 二 未反第八三条 第二项 关于销售电能 或销电与电业以外 一支用户规定三 违反第八四条 第一项规定 未经许可的设置 有情形之请 其主管机关得 限期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的 暗刺处罚 设置置置用发电设备 者有第一项之情形 其装置容量 有两千万 以上者 由电业接规机关处罚 其装置容量 未满两千万 者由直较 之后限制主管机关处罚 第九十八条 未办理登记 经营电器 承装业 或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业者 由直较 社会限制主管机关处 新台币 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以下罚还 有情形之一者 主管机关的通知 限期改善 借其热令 停止营业 或借其未改善 或不停止营业者 的暗日处罚 第九十九条 电器承装业 或电器设备 检验维护有限 情形之一者 由直较 社会限制主管机关处 新台币 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以下罚还 一位一 第七十五条 第一项规定 加入相关工业 同业工会 二 拼估未具 第七十五条 第五项规定 资格之人力从事 电力工程 相关工作三 违反第七十八条 第一项规定 四 违反第七十八条 第二项规定 规避防御拒绝 或申报 提供有关资购药 或检查 有情形之一者 主管机关得通知 限期改善 限期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有情形 第一款 请结严重者 得热令停业 停止三个月至六个月 或废止登记 第一百条 同业工业 违反第七十五条 第一项规定 拒绝业者加入 由中央主管机关 处新台北 十万以上 五十万以下 罚完 装有电力设备 工厂 矿场 公众使用之建筑物 或受电电压 属于高压以上 用电场所 是负责的 违反第七十六条 第一项规定 未至专任电器技术联合 为委托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者 设备之用电安全者 由指甲市或县市 主管机关处 新台北 十万以上 四万元以下 罚完 有前项 情形之一者 主管机关 得通知县级 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的 安置处罚 有第二项之情形 主管机关 得汇同电业 停止供电 第101条 区域型综合电业 发电业或配电业 为第58条 第一项规定 准备 适当之备用电容量 或其未达部分 每万千 每万瓦油电业 监管机关处 新台并 十万元 罚完 未满万瓦部分 不记录 并得按日处罚 第102条 有限的情形之一者 主乡市或县市 管机关处 新台并 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 是罚完 一 位据第75条 第五项 规定资格 从事电力工程 相关工作 二 装有电力设备 工厂 矿厂 共工程 使用之建筑物 或受电压 压力高压 以上电厂 负责人 违反第76条 立项规定 未办理登记 或未定期申报 检验记录 专任电器技术人员 违反第79条 规定有前项之情形 之家 市或县市 主管机关 来通知县里 改善界定 为改善者的 暗示处罚 九千两款 之情形 并得会同 电业停止供电 第10章 负责第103条 中央主管机关 为进行电力技术 规范研究 电力设备测试 提高电力系统 可高度及 供电安全 得辅导并捐助 成立财团法人 电力研究实验所 第104条 电业监管机关 依本法规定 受理申请许可查验 合计执照 或证照 应收取审查费 证照费或登记费 其收费标准 由电业监管机关定制 第105条 本法 之后 王国民国 某年某月某论 修正之条 实行前 电业或依法经营 或与电业相关之 城装检验 维护等业务之事业 其以聘雇其具有 电力相关工程 经验之技术的人 德京主管机关 检定 办理技能检定 取得电力工程 相关类科技能 检定合格书 前项专案办理技能 检定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同中央技能 检定主管机关 定制第106条 本法中华民国 某年某月某日 的某一天 不是 本法中华民国 某年某月某日 修正之条文实行前 依法经营与电业相关之 城装检验 及维护等业务之事业 其以聘雇之技术的人 位居第79条第五项 规定资格从事 电力相关工程工作者 德于修正实行后 5年内继续在 原事业受聘雇 从事电力工程相关工作 第107条 本法中华民国 某年某月某日 修正之条文实行前 依法取得电业执照者 应至电业监管机关 公告之日起 6个月内申请 换发电业执照 借其为办理或以办理 人不符本法规定 其原领之电业执照 由电业机构 机构机构 公告注销 经注销 人继续营业者 依第79条规定处罚 第108条 本法中华民国 某年某月某日修正 之条文实行前 专营发电业务 经核定为 公众事业之发电业者 其因属公众事业 而取得之权利 得保障之原电业执照 所列发电设备 之折旧年限 借满为止 第109条 台湾电业股费 公司自本法 某年某月某日修正 之条文实行后 6个月 应依其第7条 之规定完成 分别寄盈亏之会计制度之建立 并不得交叉补贴 第110条 台湾电业股费 公司自本法 某年某月某日修正 条文实行后 一年内 应将公司所属 书店业业务分割 成独立之国营书店公司 接受电力调度 中心之调度 第111条 台湾电业股费 公司自本法 某年某月某日修正 之条文实行后 一年内 应将该公司所属 发电业务及配电业务分割 成个别独立之国营 发电公司及国营配电公司 第一项配电业务分割后 成立之国营配电公司 并应依第25条 第二项规定 根据主管机关所 划电之不同区域内 分割成个别之区域型 国营配电公司 第112条 台湾电业股费 公司自本法 某年某月某日修正 之条文实行后 一年内 应将该公司所属 核能发电 分割成国营 核能发电公司 其所属 核能发电公司 应于114年前 全部停止运转 第113条 第25条 第108条 之110条 之相关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 定之第1014条 电业于本法 中华民国 某年某月某日修正 之条文实行前 定定之营业规则 及规章 以本办法规定不符者 应于修正后 6个月内修正之 第115条 本法之中华民国 某年某日某日修正之条 实行至起 民营公用事业监督管理 条例有关电力及其 它电器事业之规定 不再适用 第116条 本法实行细则由中央主管 基本定之 第117条 本法之公布日施行 委员蒋乃星等 19人提案 第65条 电业供给自来而水 电车 电铁路等 公用事业 秘乌工厂立案 社会福利机构 及护理之家 用电 其收费应低于 普通电价 但不以低于 供电成本为主 各级公私立学校 之家用电 其收费应以 普通电价 一半为计算机主 但以低于 供电成本为主 若供电成本 与一般普通电价 皆有电费差额 应由目的事业主管 机关全额补助 前向收费办法 由中央主管 定之第一项 所称 庇护工厂立案 社会福利机构 之护理之家 应经各 中央目的事业主管 认定之 张立赛委员等提案 第一条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以开发及有效管理 国家电力资源 调节电力供需 建立权力义务 对等之电业机制 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及合理经营 保障用户权益 增进公共福祉 特资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 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经济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第三条本法用词定义 如下 一 电业指以本法核准之 综合电业及发电业 二 发电业指设置 发电厂以产生 及销售电能之 事业三 销售电业 指专门从事 电能买卖之事业 四 综合电业指设置 发电厂及电力网 以生产转供 及销售电能之事业 五 营业区域 指中央中央机关 依其职权或申请合定 共综合电业经营之 区域六 电业设备 指经营发电输电配电所需业之设备 七 主要发电设备 指原动机发电机及其他必备之 能源转换装置 八 自用发电设备 指电业以外 指其他事业团体或自然 为共自用所设置的主要发电设备 九 再生能源 指太阳能 深 指能 地热能 海洋能力 风力 非抽续式水力 国内一般废弃物 一般事业废弃物等 直接利用或精处理 它所产生之能源 及其他经中央主管机 中央主管机关所产生之能源 或其他中央主管认定之 永续利用之资源时 用户用电设备 指用户为接收电能所装置之导线 变压线 开关等设备 使以电力网 指连结输电配电路线 及变电设备以输送电能之系统 十二 电源线 指发电设备与电力网连结之路线 十三 路线 指以本法设置之电力网 及电源线 十四 用户指依电业事业规章之规定 向电业请求供电者 第四条 为确保用户用电权益 有效管理电业经营 及监督电力市场公平 应成立电业管制机关 掌理下列事项 一 电业及电力市场之监督及管理 二 电力调度及监督及管理 三 用户用电权益之监督及管理 四 电价与各种收费费率 及计算公司之核定管理 电业管制机关成立前 应依其本法执行事项 由中央主管机关办理 电业管制机关成立后 由中央主管机关与其执掌重叠 因检讨财病 第五条 综合电业为公用事业 发电业 受电业非为公用事业 第六条 电业组织一公司法 设立之股费有限公司为限 第七条 综合电业兼营电业以外之其他业务 应以不影响电业网业务经营 及不妨害公平竞争 并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者为限 综合电业应依发输配电业务 分别建立计算盈亏制固定制度不得交叉补贴 综合电业会计分离制度 会计处理这方式程序与原则 会计是监督及管理 及其他应准形式事项之准则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制第八条 为促进电业发展 引运提升发电输电配电 及周边设立继续发展 及居民福祉电业应设置 电业应设置电力开发协助金 以协助地方之后 推动电力开发与社区和谐发展 事与电业应提报电力开发协助金 使用方式范围及其监督相关事项 送地方主管机关核准和中央主管机关 备查必要是地方主管 捐得派员查核 前两项电力开发协助金之 提拨比例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 第二章电力调度第九条 电力调度因本安全公平公开经济 及能源政策为之第十条 中央主管机关于本于中华民国 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 条文实行之日起一定期间内辅导 并编列预算捐助成立财团法 的电力调度中心 前向电力调度中心之设立许可之要件程序 设立基准监督及管理事项之规则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之 第十一条电力调度中心专 则经营电力调度业务 并依其电业管制机关 所定电力调度规则执行之 电力调度中心未成立前 电力调度业务由电业管制机关 委托综合电业执行之 电业管制机关因编列预算 以支付委托其间必要之设备成本 及相关营运费用 第一项电力调度之范围项目 程序规范费用及分摊紧急处置等 四项之管理规则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之 第十二条 十六万一千伏特以上 电压之电力网 电源线及输电业 应接受电力调度中心之调度 但有正当理由 经电业管制机关合纵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条 为确保电力系统之供电安全及稳定 电力调度中心得依据电力需要及电业申请 要求电业提供必要之电能及服务 不得拒绝电业 应提供前项必要电能及服务 得收取费用 第十四条 电业所产生或购受之电能 经电力调度中心 电力得请求电力调度中心 依电力调度规则调度 并按其调度总要缴交电力调度费 综合电业因应压其转供电能数额及费力向该使用 该电设备之电业之收取费用 前条第二项电能与服务费用之前项核转供费用 得由电力调度中心 大以收之 第十五条 电业之董事监察人或受购的 不得为电力调度中心之经理的 电力调度中心之董事监察人 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 由电业管制机关派之有关专家认知 董事应组成董事会由董事过班述之同意 就电业管制机关指派之董事中选一人为董事长 董事监视人之任其均为三年得连选连任 第十六条电力调度中心 违反法律或营运不善 至无法继续由营运之预示 电业管制中心得派员或指定综合电业接管 继续办理电力调度业务 前项接管制要件程序期间费用分摊 与管理及交管及监管人员之选判 职权行为基准监督与其他应遵循之事项办法 由电业管制机关电影之第十七条 电力调度中心应提拨一定数额之营运保证机 以致应重大事故发生或营运不善 至无法正常或继续营运之余 或调度不当时之赔偿 营运或接管等费用 营运保证机应与信托或委任经营之 第一项营运保证机之数额基准提拨 调整以差额补足之时间及程序 运用范畴支应及相关管理事项之办法 及前项委托之经营范围 以期限受托机关或委任保管机关之资格 评选程序费用支应管理 监督其在应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之第十八条 电业管制机关为保护工艺或电业及用户权益 得随时命电力调度中心提出财务或业务之报告 资料或查核其业务财产帐铺书类 或其他有关物件发现 有违反法令之重大嫌疑者 并得封存或调取有关证件 电力财务中心对于前项命令之产 而不得规遇妨碍或拒绝 第三章许可 第十九条 电业筹设或发电业扩建设备时 应填据申请书 并依其经营类别简簿下列书件 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筹设或扩建许可 一综合电业 一经营计划 二工程计划 三财务计划 四營业之区 预图 五主要发电设备及位置图 六输电线路分布图 七配电线路分布图 八供电计划 二发电业 一经营计划 二工程计划 三财务计划 四主要发电设备及位置图 五准备适当备用 供电装置容量计划 六发电经营经验证明 及完工实际证明 三受电业 一经营计划 二财务计划 三宁业之区预图 前项许可之申请 以环境影响评估 法规定需实施 环境影响评估者 并应减负环境保护主管机关 完成审查 或认可之环境影响评估书件 第一项筹设或扩建许可 期间为三年 但有正当理由得申请延展一次 展期不得欲二年 第二十条 定计管制机关 为前条之许可时 除审查计划之完整性 并应顾及人员政策国土开发 区域均衡发展 环境保护 定业公平竞争 电能供需及电力系统安全 第二十一条 定业应于筹设或扩建许可 期间内 取得定业管制机关 核发制工作许可证 开始施工 并应于工作许可证 有效期间内施工完均 请向工作许可证 有效期间为五年 但有正当理由 经定业管制机关 核准展期者不再此限 定业应于施工完均 后30日内向电业管制机关 申请许可及核发 或泛发电业执照 前向申请因经电业管制机关 判员检查合格 检验合格 并取得核发或泛发 之电业执照后 使得营业 第二十二条 电业经核发 筹设许可 扩建许可 或工作许可证则 非经电业管制机关 核准不得变更 其主要发电设备 资能源种类装置容量 或厂子 前向变更之审查准用 第二十条规定 第二十三条 电业执照应依其经营列别 转明下列事项 一综合电业公司名称 二负责人 三资本额 四营业区域 五发电厂子 六总装置容量 七主要发电设备人员 总类及装置容量 七有效期限 三受电业 一公司名称 二负责人 三资本额 四营业区域 五有效期限 第二十四条 电业经营区域 以经电业管制机关 核准之经营区域图为准 不得自由伸缩 营业区域图 应悬挂于营业所内 第二十五条 电业执照有效期间为二十年 至电业管制机关 核发电业执照 之发照日起算 期满一年前 得向电业管制机关 申请延展 每次延展最长 以十年为限 第一项延展之审查 准用第二十条规定 第二十六条 中俄电业对于发电业 或设置自用发电设备者 要求与其电力往互联时 不得拒绝 但要求互联之电业设备 或自用发电设备 不符合第三十五条 至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一条 至第四十四条规定者 不再实现 第二十七条 发电业设置之电源线 得经过综合电业之营业区域 第二十八条 定业不得擅自停业 但发电业受电业 经电业管制机关 核准者不在此线 发电业受电业停业 不得超过一年 并因于停业前 减据停业计划 向电业管制机关 申请核准 定业不得擅自 歇业 经凝歇业者 因于歇业前 拟据歇业计划 向电业管制机关 申请核准 并于歇业之日 起十五日内 将电业管制 将电业执照 报告电业管制机关 注销 接其未报告者 电业管制机关 得进行注销 第二十九条 电业停业歇业 未依第二十五条 规定申请 延展至电业执照 有效期间建满 或经废止电业执照者 电业管制机关 为维持电力供应 得协调其他电业 接续经营 协调不准时 得使用其电业设备 继续供电 但使用发电业之 电业设备 应给予合理补偿 第三十条 定业间 依企业并购法 规定进行并购者 宁邮尼并购之 电业共同检据并购计划书 载明并购后之 营业项目资产负债 及其资本额 向电业管制机关 申请核发同意文件 第三十一条 定业执照所载 主要发电设备 资能源总类 装置容量 或厂子变更者 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一条 规定办理 第三十二条 定业违反法令 禁热令停工者 定业管制机关 得废止其原有 电业执照之一 不获全部 定业执照所载 事项有变更时 除本法令有规定外 定业应于公司设立 登记变更后 三十日内 向电业管制机关 申请犯发电业执照 第三十三条 定业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定业管制机关 得废止其电业执照 依滥用市场地位行为 危害教育秩序 经有罪判决确定 二违反法令 受勒令卸业处分 经处分机关 通知定业管制机关 第三十四条 定业筹设 扩建施工之许可 执照之合发 变更延展与停业 卸业并购等 事项之申请程序 其间及审查原则之规则 由定业管制机关定之 第四章工程 第三十五条 定业设备及用户 用电设备 应力求标准化 其装置规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综合定业 应建立电力网 地理资讯管理系统 记载电力网 线路名称 电压分布位置 使用状况等相关资料 并事实更新 主管机关于必要时 得通知综合定业 提供电力网相关资料 并令其补充说明 或派员检查 第三十六条 供电电压 及交流电频率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三十七条 供电电压之变动率 已不超过下列 百分数为准 一 电灯电压 高低各百分之五 电力及热电 电热之电压 高低各百分之十 电灯电力 电热合一线路时 依电灯电压之标准 第三十八条 供电所用交流电频率 变动率之高低 各不得超过标准 周率百分之四 第三十九条 定业应照规定之电压 及频率标准 供应三组交流电 但其情形特殊 经中央主管机关特许者 不在此线 第四十条 为确保供电稳定及安全 电业销售电人 与其用户时 应就其电人销售量 准备适当备用供电容量 并向电业管制机关申报 该容量除得制涉外 并得向其他电业 或自用发电设备购买 前向容量之内容 计算公式 基准与范围 申报程序与期间审查 集合及相关管理事项之办法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之 第四十一条 电业应 自各种必要之电表仪器 记载发电及构电之度数 电压频率及复合之变动 第四十二条 电业应依规定于 电业设备装置安全保护设施 前向安全保护设施之装置 处所方法维修 安全规定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十三条 电业应定期检验 及维护其电业设备 并记载及维护其检验结果 前向电业检验 维护项目周期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十四条 电业对用户用电设备 因应本法第三十五条 锁定装置规则之规定 经检验合格时 方德接电 中央主管机关 对用户 以装置之用电设备 应委托其认可 之工会定期检验 并记载其结果 如不合规定 因通知用户 限期改善 用户拒绝接受检验 检查或在指定期间 未改善者 得要求电业停止供电 前向用电设备 委托工会定期检验之对象 列别方式周期等 处理预规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令定之 第四十五条 用户用电容量 建筑物总楼地板面积 或楼层 达中央主管机关 锁定标准者 应于其建筑基地 或建筑物内 设置适当之配电场所 及通道 无偿提供于电业装设 供电设备 其位设置者 电业得拒绝供电 前向用户用电容量 建筑物总楼地板面积 或楼层 与配电场所 及通道之设置方式 要件施工程序 安全规定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同中央主管 建筑机关定之 第四十六条 电业于其电业设备 附近发生火灾 或其他非常灾害时 于接获通知后 应立即派员 施行防护措施 必要时的停止一步 或全部供电 或拆除危险线路 第四七条 电业职工及装修设置电降 应席链触电急救法 第四八条 触电或电业设备发生意外 自有死伤时 电业应及将事实经过 报告所在地 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第四十九条 电业及电力调度中心 为营运调度或保障安全之需要 得以通讯相关法规设置专用电信 综合电业为有效运用支援 得以第七条第一项 及电信相关法规规定 申请经营电信业务 第五十条 电业设置线路与电信线路间 有接近或控价需求时 得以平行交叉或控价方式设置 并应注意间隔距离 及施工规范的安全规定 前项电业线路及电信线路之平行 交叉控价规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定之 第五十一条 综合电业因工程上之必要 得无常使用工佑土地 及河川沟举桥梁堤防道路 绿地公园公有林地 及其他公共使用之土地 但以不妨碍其原有效用为限 如有损害应予合理赔偿 但予事先通知其主管机关 第五十二条 综合电业于必要时 得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 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间 或无建筑物之土地上 无常设置陷入 但以不妨碍其原有之使用 及安全违宪 如有损害应予合理赔偿 并应于事先书面通知 其所有人或占有人 如所有人或占有人提出异议 得申请直辖室或县日任务 主管机关许可先行施工 并应于施工五日前 以书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 第五十三条 电业对于妨碍线路之树木 得于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 后砍伐或修剪之 第五十四条 前三条锁定各事项 应择其无损害或损害最少之处所 及方法为之 如有损害应按损害之程度予以补偿 第五十五条 原设有供电线路 知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 应需变更其土地之使用时 得申请迁移线路 其申请应以书面开具理由 向电业提出 经电业查实后予以迁移 所需供料费用 复杂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十六条 定业对于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一条 所规定之四项 为避免特别危险或预防非常灾害 得先行处置 并应于三日内申报 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并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 第五十七条 定业对于第五十二条至第五十六条 所规定之四项 与所有人或占有人发生争议时 得请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处理之 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处理 定业用地争议方式 期间及协调之准值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十八条 都市计划或区域计划内 如未预留该区域所需之电业设备用地 综合电业应 勘选适当地点办理地幕变更 其所需用土地如涉及都市计划变更者 应依都市计划法第27条 规定申请办理变更 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变更者 应依区域计划法相关规定申请办理变更 为确保供电稳定及安全并兼顾各区域之经济发展需求 各级政府应协助综合电业办理前项业务 第五章营业 第五十九条 发电业除因设置主要发电设备生产电人外 并得向其他电业或自由发电设备购买电人 发电业设置电源线连接电力网 得透过电力网转供电人与用户 前项转供用户之供电电压用电容量规模及管理规则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之 第六十条 综合电业应规划兴建与维护其营业区域内之电力网 及向其他电业或自由发电设备购买电人 以满足用户及其他电业之电人需求 前项电力网之规划 应依电业管制机关电力之规划准则办理 综合电业对营业区域内用户 请求供电非有正当理由 并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不得拒绝 综合电业应依公平公开原则 提供电力网给所有电业使用 以转供电人并收取费用 不得对特定对象有不当之差别待遇 但有正当理由 并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者不在此线 为确保供电安全与稳定 中央及地方主管机关 应协助综合电业办理第一项之业务 第61条 电业向用户收取电费 得定定每月基本电费 第62条 综合电业对用户申请设置 连接至电力网之线路 非有正当理由并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者 不得拒绝前向综合电业所设置之路线 线路对用户着收路线工程费 第63条 综合电业之电价 与综合电业及电力调入中心各种收费 费率之计算公司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制 综合电业及电力调入中心 因依前向计算公司 拟定电价及各种收费费率 送请电业管制机关核定后 公告之期 修正式议统第64条 综合电业因拟定营业规章 报电业管制机关核定后 其与其营业军运内公告实施 其修正式议统发电业拟定之营业规章 应于订定后30日内 送电业管制机关备查 修正式议统第65条 经由综合电业供电之用户 应无偿提供场所 以装设电镀表 前向电镀表 由各该综合电业公司设置及维护 第66条 电业供给各级公司 学校 庇护工厂 利案社会福利机构及 护理之家用电 其收费应低于普通电价 但不得低于受电成本为准 电业供给使用维护生器材 及必要生活辅助之身心障碍者 家庭用电 维生器材 及必要生活辅助用电之收费 应在实用电镀第一阶段 最低单价或受电成本 中采最低底价 计价电业供给公用 路灯用电 其收费费率应低于普通电价 但以不低于普通电价 普通电灯价之半为准 第一项 所称庇护工厂 利案社会福利机构 及护理之家 应经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认定之 第二项 身心障碍者 家庭资格认定 维生器材 及生活辅助之适用范围 及电费计算方式 由中央主管 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 计划定之 第一项 收费包含 由中央主管 计划定之 第67条 综合电业166条 第一项 第二项 规定着收支电费 报请电业管制机关 核定后 其收费与电价 之间的差价 尤其目的事业主管 机关编例预算之一 综合电业 依第第56条 第三项规定 只减收公用路灯电费 其收费与电价 兼之差额 由第84条 基金补助给电业 第68条 综合电业因全日供电 电业情绪特殊 经电业管制机关 核准者得限制供电 时间第69条 电业因不得已停 或必须全部或一步 停电业时 除临时发生故障的事后 得事后补行报告 应报警 直较之后 县市主管机关 核准并公告之 其运15日者 应转 并应转报 电业管制机关 核准第70条 电业因卸了行业之一者 对用户停止供电 一用户有第71条 违规用电事项二 用户欠缴电费 经期限 吹缴人不缴缴者 电业对前项 第一款之停电 于用户常付 违款用电赔偿款后 得恢复供电 电业对第一项 第二款之停电 于用户绞心 所有电欠费后 应积极恢复供电 第71条 电业对于 违规用电情形 得依其所装置之 用电设备 用电种类 及其瓦特数 或马力数 按电业之供电时间 及电价计算损害 向违规电业者 请求赔偿 最高赔偿 以一年之电费违限 前项违规用电 之查报认定 赔偿其准及其处理规则 由电业管制机关 定之第72条 政府机关 为防御灾害的要求 紧急供电时 电业不得拒绝 其所需费用由该机关 负担第六章 监督及管理 第73条 电业应至主任 主任技术员 其资格由中央主管 机关定之第74条 电气成装业 应向直较 或现实主管机关 与一个月内 加入相关电气工程 工业统业工会 使得营业 相关电气工程 工程工会 不得拒绝 其加入 用户用电设备 工程应 由电气成装业 成装 施作及装修 这边向 电业申报 供电时应减负 相关电气工程 工业统业工会 合发之申报 俊工会员证明 单方德 接电 但其 它法律有特别规定者 不在此限 电业设备 或用户用电设备 工程应 依法由登记 职业之电技术 设计或监造者 其图样设计 资料及说明书 或竣工报告单 送由电业审查核定 时应减负 电机师工会 合发之会员证明 方德 审查核定 或接电 前向之技师 应加入职业所在 第一次技师工会后 使得执行 电业设备 或用户用电设备 工程之设计 或监造等业务 技师工会 亦不得拒绝 其加入 电气成装业 应聘 电气成装 相关类科技术 中心简利和类科 取得证书者之或中华民国 96年3月5日 本法修正实行前 依法考验合格 取得证书之电 或从事电气承载 相关工作 电气承载 登记 撤销或废纸 登记及管制之规则 由中央主管 计划定之第75条 专有电力设备 之工厂 矿场或公众使用之建筑物 或受电电压 所高压以上之用电场所 应至专任电器技术 或委托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 负责维护与电业供电设备 分界点以内 一般紧急供电设备 用电安全 并向直辖市或 主管机关办理登记 用电场所 违反前项规定 主管机关 因通知其限期改善 借其不改善者 得汇同同业 汇同电业 停止供电 用电设备检验维护业 应向直辖市或 限制主管机关登记 并于一个月内加入 相关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工程 工业同业工会 使得营业相关 用电设备检验维护工程 工业同业工会 不得拒绝其加入 第一项 场所之认定范围 及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资 专任电器技术人员 及用电设备检验维护 业登记 缴销或废止登记 及管理规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资 第76条 电业设备或用户 用电设备 属于中央主管机关 锁定工程范围 及设计 及建造应由 法定登记职业之 电机师或 相关专业机师 工会办理之所 定工程范围 要应由电机师 或电器成装 成装业办理 但该工程 仅供政府机关 或供应事业目的 致用时 得由该政府机关 或供应事业机构内 依法取得电机师 机师或相关专业 建造证书 办理设计及建造 前项用户用电设备工程 范围应一中号民国 9月3年12月24日 本法实行前 既有电业实施 工程范围为准 其修正 是中央主管机关 会议上 全国性电机 技师工会 相关电器工程 工业 同业工会 及相关工会 规定 电业或用户 为第一项规定 办理者 其属于电业设备者 主管机关 应禁止电业使用该设备 其属于用户 用电设备者 对应业对应 该设备不得供电 第77条 电业及电力调度 中心 按月将其业务状况 电能供需 及财务状况 编剧 简明月报 并于每届 营业年度中导 或三个月内 编剧年报 分送电业管制机关 及中央主管机关 被查 电业管制机关 或中央主管机关 对于前项报告 得令其补充 说明或判员查核 第一项报告之内容 及格式 由电业管制机关 定之第78条 中央主管机关 对于电业从业人员 之劳动条件 得会同劳动主管机关 随时查验之 如有违反劳工法令 或有发生危险 治愈时 得停止其工作 电业对于前项检查 不得规避 防御或拒绝 第七章 自用发电设备 第79条 设置装置容量 2000瓦以上 自用发电设备 则应填据用电计划书 向电业管制机关 申请许可 未满2000瓦 应填据用电计划书 送取自家之后 限制机关机关许可 先输送 转送电业管制机关 备查 自用发电设备 之许可 登记这项或费指 登记变更一支 申请程序 其间审查项目 及管理规则 由电业管制机关 定制第80条 自用发电设备 产生电能的收入电业 但有除了限量行之外 其销售量 以总装置量 20%为限 依能源效率 达电业管制机关 所认定标准以上者 得其销售量 得达总装置量 52% 生产电能所使用之 能源属于战胜能源者 其生产生电能的 全部销售电业 前项受购 7月设置 装置能源2000万以上 自用发电设备者 应送电业管制机关 备查 未满2000万 应送直下 事物限制机关 备查 并将付本送 电业管制机关 第81条 自用发电设备 设置用户 用电设备 应在其自有 实际自制 但不妨碍当地 电业并经第79条 这许可机关 核准者不待此限 第82条 自用发电设备 供电设置 防护通报 及电信路线 供价 准用第36条 第39条 第41条 第43条 第46条 第48条 及第50条 规定 连结于电力网 自用发电设备 准用第13条 及第14条 规定缴交相关费用 第8章 基金 第83条 第一 发电业有 核能发电业者 其 于其核能发电厂 营运期间 应每年按其 核能发电 之总量发电缴交 一定金额 冲座基金 作为放射性 废弃物处理 运送 储物存 最终处置 及除设施 厨艺等相关工作 所需费用 前向基金 之计算公司 缴交期限 收取程序 及其他应遵循 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 计划定义之地 824条 定义及达 中央主管 计划所定 一定装置容量 以上之制用 发电设备 因每年按其 不再含能源 再生能源 及天然气发电 部分之总量 发电缴交 一定金额 冲座基金 作为清洁能源 补贴 能源研究 发展能源 节约电能 电力 普及公用路灯 补贴 及其他 经中央主管 及核准之用途 前向规定 因缴交之基金 数 由中央主管 计划考量 能源政策 及公平负担 原则 依使用能源 之总类 及效率 定制 其基金 计划公司 缴交期限 收取程序 及其他应遵循 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 计划定制 第九章 罚则 第八十五条 为取得 电业执照 而经营 电业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 处信来币 250万元 以上 1000万元 以下罚款 并通知 限期改善 获得 勒令停止 营业 借其未改善 或不遵从 而继续 营业者 的暗示 处罚 第八十六条 电力调度中心 有下列 请营之一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 处信来币 250万元 以上 750万元 以下罚款 一 唯一 核定之收费 费率 而任意 征收费用 二 唯一 规定期限 或数额 提拨 或补足 营业保证金 三 唯一 第十一条 第一项 规定 专责经营 电力调度 业务 或唯一 电力调度 规则 调度 有 请营之情形 电业管制机关 得通知 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第八十七条 电业有下列 请营之一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 处信来币 150万元 以上750万元 以下罚款 一 违反第十一条 第二项规定 拒绝接受执行 指定执行 电力调度业务 二 唯一 第十二条 规定 接受调度 三 违反第二十六条 规定 拒绝电力往 赴年 四 违反第二十八条 第一项 或第三项规定 未经核准 而擅置 停业 第一项规定 未规划或新建营运 区域内之电力往 七 违反第六十条 第三项规定 拒绝营业区域内 用户之电 供电请求 八 违反第六十条 第四项规定 对特定对象 有不当之差别 待遇或未经许可 而拒绝将电力往 提供电业使用 九 为一 第六十八条 规定供电 十 违反第七十二条 规定 拒绝政府机关 要求紧急供电 有请向之情形 电业管制机关 得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由第一项 第二款 第三款 第七款 至第十款 情形之一 经依前项规定 处罚达三次者 并得废止其定业执照 第八十八条 电业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 处心来币 1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一 未依核定之电价 各种收费费率 收取费用 二 违反第七条 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 未经核准而兼营 或违反第七条 第三项规定 未建立分别计算营 亏之会计制度 或交叉补贴 三 违反第21条 第一项规定 未取得工作证 工作虚格证 而施工 四 违反第22条 第一项规定 未经核准而施工 五 未依第40条 第一项规定 申报所准备之备用 供电容量 有前项之情形 定业管制机关 得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第89条 订阅有下列情形 质疑者 由中央主管机关 储信来币 1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一 未依第35条 第一项规定 装置电业设备 二 未依第36条 至第39条 规定之电压 及频率标准供电 三 未依第41条 规定装置 自备各种必要 之电表仪器者 四 未依第42条 规定装置保安设备 五 未依第43条 第一项规定 检验并记载检验结果 六 未依第50条 第一项规定 设置电业线路 有倾向之情形 中央主管机关 得通知 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第90条 电力调入中心 有下列情形 质疑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 储信来币 100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款 一 违反第18条 第二项规定 规避妨碍 或拒绝电业管制机关 之命令或查核 二 未依第63条 被查或违反第二项规定 拒绝补充 说明或查核 有倾向之情形 订阅管制机关 得通知 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第91条 订阅有下列情形 质疑者 由中央主管机关 储信来币 100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款 一 未依第35条 第二项规定 建立或更新电力网 地理资讯管理系统 或拒绝补充 说明或检查 二 未依第73条规定 自主任技术员 三 违反第78条 第二项规定 规避妨碍 或拒绝查验 有倾向之情形 中央主管机关 得通知 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第92条 订阅有下列 情形质疑者 由订阅管制机关 主信来币 50万元以上 150万元以下罚款 一 未依第25条 第一项或第二项 规定 期限办理 延展 二 未依第32条 第二项规定 期限申请 犯罚电业执照 三 未依第63条 第二项规定 公告电价 或各种收费费率 四 未依第70条 第一项规定 送紧被杀 或违反同条 第二项规定 拒绝补充 说明或查核 有前项第二款制 第四款制情形 电业管制机关 得通知 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第93条 订阅有下列 情形质疑者 由直加事务 县市主管机关 主信来币 50万元以上 150万元下罚款 一 未依第46条 规定于接获通知后 应立即派员 施行防护措施 二 未依第48条 规定通报 三 未依第56条 规定期限 申报或通知 四 违反第69条 规定停电 未遇 数日不报 请核准 有请样之情形 直加事 或县市主管机关 得通知 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第94条 设置 自用发电设备者 有下列 请议之一者 主信来币 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一 违反第79条 第一项规定 未经许可而设置 二 违反第80条 第一项 关于销售电人之规定 三 违反第81条 规定设置用户 用电设备 设置自用发电设备者 有前项之情形 其装置容量为 2000瓦以上者 由定业管制机关 处罚 装置容量 未达2000瓦者 由直加市 或县市主管机关 处罚 有第一项 或直加市县市 主管机关 得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次处罚 第95条 未办理登记 而经营电器 承装业 或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者 由直加市 或县市主管机关 处信来币 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有前项之情形 主管机关 得通知限期改善 并得热令 停止营业 借其未改善 或不停止营业者 得暗次处罚 第96条 电器承装业 或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由直加市 或县市主管机关 处信来币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款 一 唯一 第74条 第一项 或第75条 第三项规定 加入相关工业 同业工会 二 编故未据 第74条 第五项规定 资格支援人员 从事电器 盛装相关工作 有前项之情形 主管机关 得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次处罚 有前项 第一款之情形 情节严重者 并得热令 停止营业 三个月至 六个月 或废止登记 第97条 同业工会 违反第74条 第一项 或第75条 第三项规定 拒绝业者 加入者 由中央主管机关 主信来币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下罚款 装有电力设备 之工厂 矿厂 供公众使用 之建筑物 其受电压 所高压 以上用电 厂置负责人 违反第75条 第一项规定 位置专任 电器技术人员 或为 委托用电设备 检验 维护业者 负责维护 与用电 供电设备 分界点 以内 电力设备 自用电安全者 由直压市 或县市主管机关 主信来币 10万元以上 55万元以下罚款 由前二项 请勤之一 主管机关 得通知 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安斥处罚 抱歉 等一下 第98条 有下列情形 自一者 由直压市 或县市主管机关 主信来币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一 位置第74条 第5项 规定资格者 从事电器 盛装相关工作 二 中有电力设备 工厂 矿场 工 公众 使用之建筑物 及受电压 属高压以上 用电场所之负责人 违反第75条 第一项规定 未办理登记 三 中有电力设备 工厂 矿场 公众使用之建筑物 及受电压 属高压以上 用电场所 所自知 专任电器技术人员 或受委托 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 违反第75条 第一项规定 未维护与电业 供电设备 分界点以内 一般及紧急 电力设备 之用电安全 有前向之情形 直较市或县市 主管机关 得通知 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第99条 中央主管机关 得辅导 并成立财产法论 以进行电力技术 规范研究 电力设备测试 提高电力系统 可靠度 及供电安全 第100条 主管机关 及电业管制机关 依本法规定 受理申请许可查验 合给证照或登记 应收取审查费 证照费或登记费 其收位标准 由主管机关 或电业管制机关 定之 第101条 本法中华民国 全年全月 全日修正之条文 施行前 依法取得电业执照者 应至本法修正 施行后六个月内 申请办法电业执照 借其未办理或已办理 而仍不符 本法规定者 其原领之电业执照 应公告注销之 经注销后 仍继续营业者 依第84条规定处罚 第102条 本法中华民国 全年全月 全日修正之条文 施行前 专营发电业务 经核定为 公用事业之发电业者 其因属公用事业 而取得之权利 得保障资源 电业执照 营业联系 届满为止 第103条 本法中华民国 全年全月全日修正之条文 施行前 电业定例之 营业规则 及规章 以本法规定不符者 应至本法修正 施行后一年内修定之 第104条 本法施行细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105条 自本法修正 施行之日起 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 有关电力 及其他电力事业规定 不再适用 第106条 本法自公布日 三年后施行 全民党团 提案第1条 为开发国家多元电力资源 推动永续能源发展 促进电业多元攻击 保障用务权益 强化电业抗灾能力 确保电力攻击 曾经公共福利特制定办法 第3条 本法首正主管机关 在中央委经济部 在直辖市委 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委县市政府 中央主管机关应办理下列 事项1 电力政策之分析 领理及推动2 电力技术法规 计定3 订阅设备 监督及管理 4 定期检讨电业设备 抗灾能力 5 电力开发协助兼提拨比例 公告 6 其他电力技术及安全相关 业务之监督及管理 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应办理 区内下列四项 1 电业策设 扩建 及电业执照 申请 核转2 写助办理用务 用电设备 检验3 订阅与民众 有关用地争议 管理之处理 4 电力工程行业 电力技术人员及用电场所 之监督 及管理 中央主管机关应指定 电业管制机关办理下列四项 1 电业及电业市场之监督 管理 2 电业策设备建 及电业执照申请 之需格 集合者 3 电力供需 电力供需 之预测规划 4 公共受电业 电力排碳 系数之监督 去管理 5 用电权益 之监督 管理6 电力調柱 至监督 及管理7 电业监或电业与用户 监制争议 调阻 国营电业之主社合并 改组撤销中央人员 任免合定管理及监督 事项 由电业管制机关办理 以中央主管机关指定电业管制机关前 前二项规定 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办理 之中央主管机关 得要求 政府机关学者专业的名代表 及相关 民间团体召开电力可靠度 省议会 电业争议调组 省议会 办理第四项第六款及第七款 规定事项 第九 第五九条 公用 收电业之电价与收费电业 各种收费 费率 至计算公司与中央主管机关 定制 公用收电业及 收费电业 因依前项计算公司 拟定电价及各种收费费率 报警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后公告之修正史一统 中央主管机关定定第一项电价及各种收费率之计算公司前 因举办公开说明会修正史一统 中央主管机关会办理电价收费率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审议及核定 得要及政府机关学者专家的名代表及向官民间团体召开审议会 请向审议方式人数比例及其他因助应用事项 凝据公民公正公开的原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第八十条 订阅因案业将其业务状况及财务状况 编据简明月报 并于每届营业年度中疗后三个月内 编据联明报 分众订阅管制机关及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并公开相关资讯 订阅管制机关或中央主管机关 与前项简明月报及年报 得领期补充说明或派言查核 第一项应公开自资讯 简明月报年报内容与格式 如订阅管制机关公告之 董卫美等十六人 提案第一章总则第一条 为开发国家电力资源调节电力供需 促进订阅公平竞争及合理经营 保障用户权益增进社会福祉 都制定本法本法规定者适用其他法律规定 第二章本法用者定义图下一订阅 指一本法核准之发电业数倍电业及受订阅 二发电业 指设置主要发电设备与销售电人之非公用事业三 数倍电业 指于全国设置电力网与转供电人之公用事业四 公用受订阅 只购买电人与销售用户之公用事业五 一般受订阅只购买电人与销售用户之非公用事业六 收订阅只公用收订阅及一般收订阅七指公本法核准之各类型发电业及发电设备设置电源线直接连接用户 且该用户未与电力网连接发展工本法核准之各类型发电业及发电设备收电与用户 因路过电力网输送电人 九 订阅设备指经营发电及输配电业所需之设备 十 主要发电设备指原动机发电机或其他必备之转换装置 十一 使用发电设备指电业以外之其他事业团体或自然人 而公自用所设置之主要发电设备 十二 再生能源 则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第三条所定制再生能源 十三 用户用电设备指用户未接收电人所装置之导线变压器开关等设备 十四 电力网 指连接主要发电设备与收配电业之分界点之用户间 属于同一组合之 导线本身支持设施及变电设备与输重电人之系统 十五 电源线 指连接主要发电设备之该设备与收配电业之分界点或用户间 属于同一组合之导线本身支持设施及变电设备 十六 线路 指依办法设置之电力网及电源线 十七 用户 指除电业外之最终电人使用者 十八 电器成装业 指经营用电设备及用电设备相关之成装四项之四页 十九 用电设备检验为物业 指经营与用户用电设备相关之检验为物四项之四页 二 指虚量反应 指因应电力系统状化而为电力使用行为之改变 第三 本法首任主管机关在中央为经济部 在职业市为职业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中央主管机关应办理下列四项一 电力政策制分析研理及对动二 电力产业政策制分析研理及对动三 全国电业工程安全电业设备之监督及管理四 用电安全之监督及管理五 电力开发协助兼比 提拨比例之公告 六 全国其他电力技术及安全相关业务之监督及管理 职业市县市主管机关一办理下列四项一办理用电设备检验之协助及查验二 电力设备安全之检验三 电业与民众有关用地争议之处理四 电力工程行业电力技术人员及用电场所之监督及管理五 电力开发协助精致核准与查六 其他电力技术及安全组相关业务之监督及管理 中央主管机关一设立电业管制机关办理限制四项一 电力工序之预设规划四项二 电业及电力市场之监督及管理三 电力调度之监督及管理四 用户用电权益之监督及管理五 添加以各种所谓FAD及计算公司之合定及管理六 电业监或电业与用户监督争议处理 争计 争计调组 国营电业之主设合并改组 撤销中央人员内任免合定管理及监督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应定定办法 由电业管制机关办理之为执行第四项第五管及第六管规定事项电业管制机关的设置添加费力審议会及电业业调组委员会 设计管制机关设立前第四项及前项规定事项与中央主管机关办理之行政院办法适应五年后应以一年内规划在行政院设计独立刑扯前 至电业监理管制机关 然后锁定至中央主管机关设立至电业管制机关业务移波至电业监督监理管制机关 第四条 电业组织以公司法设立之国民有限公司为限 但再生人员发电业组织如电业管制机关公告之第五条 速备电业因为国营以一家为限 其业务范围涵盖盖全国 设置核能发电业业与容量在两万千瓦以上之水利发电业与公营为限 但经营电业管制机关核存者不在此限 请要所称公营指政府出资或政府与人民合营及政府资金超过50%者与公营事业转投资 其出资合去超过50%者一同 第六条 速备电业不得建议发电业或售电业 可以发电业不得交踏持股 但经营电业管制机关合作者 速备电业得建议公用售电业 速备电业兼引电业以外之其他事业因不影响其业务经营及不妨碍公平竞争 并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存者为限 速备电业依地向但书及前向规定引电业者应建立 依经营类别分别计算盈亏之会计制度不得交差补贴 速备电业的会计分离制度 会计处理之方法程序原则 会计之监督与管理及其他应证于事项办法 由电器管制机关定之 第二章 电力调度 第七条 电力调度因本与安全公平公开经济及人员政策原则为之 第八条 输配电业因依中央主管机关所定之电力调度规则 负责电力调度业务 前向电力调度之范围项目程序规范及及时资讯运作揭入费用分摊及紧急处施等事项之规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修正十一桶 第九条 电力调度发生正义因送电业调组委员会调组再依调组结果办理 第十条 输配电业负责电力调度业务 因提拨一定数额之营运保证金以致应重大事故或调度不当之赔偿 前向之营运保证金之数额提拨之程序及之用管理监督及其他应遵行事项 自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一条 为确保电力系统之供电安全及稳定 输配电业因依调度需求及发电业与自由发电设备设置者之申请 提供必要之电人及服务 输配电业因提供前向必要之电人及服务 得向发电业与自由发电设备设置者收取费用 第十二条 非公用电业之董事股东监察人及受雇人 不得兼任输配电业董事股东监察人及受雇人 以维持电力调度性之中立性 第十三条 发电业或受电业所生产或购售之电人需用电力网输送者 得请求输配电业调度并按其调度总量交缴电力调度费 输配电业因依其转供电人数额及费率 向使用该电业设备之电业收取费用 第十四条 输配电业为电力与市场发展之需要 经电业管制机关许可得设立电力交易所 电力交易所之组织成员交易管理结算资讯揭露 及其他遵行事项应以法律定资 第十五条 电业管制机关为维护公益或电业及用户权益 得随时令输配电业提出财务或业务之报告资料 或查额其业务财产账簿 书类或其他有关物件 发现有违反法令之重大嫌疑者 并得封存或调取其有关证件 输配电业对于前项命令及查额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第三章 许可 第十六条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于筹 设或扩建设备时 因田郡申请书及相关书件 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筹设或扩建许可 前项许可之申请 因环境影响评估法规定需实施环境影响评估者 并因减负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完成审查 或认可之环境影响评估书件 第一项筹设或扩建许可期限为三年 但有正当理由得于期限届满前申请延展一次 其延展期限不得欲二年 第十七条 电业管制机关为前条第一项许可之审查 除审查计划之完整性 并因兼顾人员政策 人员配比 国土开发 区域均衡发展 环境保护 电业公平竞争 电人工区及电力系统安全 第十八条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 因于筹设或扩建许可期间内 取得电业管制机关核发之工作许可证 开始施工 并应于工作许可证有效期间内施工完均 前向工作许可证有效期间为五年 但有正当理由 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延展者不在此限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 因于施工完均后三十日内 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核发或泛发电业执照 前向申请应经电业管制机关 判员检查验合格 并取得核发或泛发之电业执照后 使得营业 受电业因填据申请书 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核发电业执照后 使得营业 第十九条 发电业经核发筹设许可 扩建许可或工作许可证 非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 不得变更其主要发电设备之人员种类 装置容量或厂子 前向变更之审查准用第十七条规定 第二十条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之电业执照 有限期间为二十年 至电业管制机关核发电业执照 之发照日起算 其满一年前 得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延展 每次延展期间不得预十年 受电业之电业执照 有效期间为五年 至电业管制机关核发电业执照 之发照日起算 其满六个月前 得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延展 每次延展期限不得预三年 第一项发电业及输配电业执照 申请延展之审查 准用第十七条规定 第二十一条 输配电业对于发电业或 自用发电设备设置者要求与其电力 往互联时不得拒绝 但要求互联之电业设备 或自用发电设备不符合 第二十八条 第一项 第三项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一条 至第三十三条 第七十四条 准用上开规定 或第四三十四条规定者 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条 定业不得三次停业或歇业 但发电业及一般受电业 经定业管制机关核准者 不在此限 定业应于提业前减据停业计划 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核准 停业期间并不得超过一年 定业应于歇业前减据歇业计划 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核准 并于歇业之日起算 7日起诉日内 将定业执照报告电业管制机关注销 借其为报告者电业管制机关得进行注销 第二十三条 定业停业歇业 为依第二十条规定申请延展至电业执照 有效期间届满 或经勒令停止营业或废止电业执照者 电业管制机关为维持电力供应 得协调其他电业接续经营 协调不成时得使用其电业设备继续供电 使用发电之电业设备应于合理补偿 前向协调不成 其发电业之电业设备无法供电 输配电业应调度电力供电 电力调度费用由停业卸业 为依第十七条规定申请展员业 执照有效期间届满或经勒令停止营业或废止 或执照废止之电业支付 输配电业并得向供电用户 缩取原电价之费用 第二四条 订阅间依企业并购法规定进行并购者 由其应由并购拟并购之电业共同检据并购计划书 展明并购后之营业项目资产负债及其资本额 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合发同意文件 第二四条 发电业执照所载主要发电设备之人员种类 装置容量或厂子变更者 发电业应于变更前准用第十六条及第十八条规定办理 发电业违反法令 经勒令停工者电业管制机关得废止 其原有电业执照之一部或全部 发电业执照所载事项有变更时除本法令有规定外 发电业应于登记变更后三十日内 向电业管制机关申请犯发电业执照 第二十六条 电业有下列行之一者电业管制机关得废止 其电业执照 一 滥用市场地位行为危害交易秩序 经有罪判决确定 二 违反法令 受勒令卸业处分 经处分机关通知电业管制机关 第二十七条 电业仇设 扩建之许可工作许可证 执照之合法犯法 应载四项延展发电设备之变更 与卸业卸业并购等四项之申请程序 应被输件及审查原则之规则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之 第四章 第二十八条 发电业及速配电业应依规定设置电业设备 速配电业应建立电业网地理资讯管理系统 记载电业路线名称电压分布位置 使用状况等相关资料 并事实更新 主管机关于必要时的通知速配业 提供电业网相关资料并令其补充说明或派员检查 第一项电业设备之范围 向目配之安全事项 及其电业均例事项由组组组 进行电业之第二十九条 电业应依规定之电压及频率标准的供电 但其情细特殊主管机关核准的不在此线 前向电压及频率之标准 由组组组组组组定应之第三十条 为确保电供电稳定及安全 发电业及受电业受伸 与用户时应就其受电能量准备 准备 准备 备用供电容量 并向电业管制机关申报 该容量除得制涉外 并得向其他发电业 自用发电业设备者或需量反应提供者购买 一定装置容量以下之再生能源 发电业及自用发电设备 不适用前向之规定 前向装置容量由电业管制机关公告之 第一项容量之内容计算公式基准 以范围申报程序与期限审核 机查及管理等事项之办法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之 第31条电业配置各种必要之电表仪器 记载电量电压频率功率因素负载及其他有关事项 第32条 发电业及速备电业应一规定于电业设备 设置安全保护设施 其前向保护设施装置处所方法 维修安全规律及其他应循行事项之办法 由装置管制定之 第三条 发电业及速备电业应定期检查 及维护其电业设备 并记载其检验及维护结果 前向检验以维护项目周期及时效事项之 办法由装置管制定之 第34条 电业用户用电设备应应规定进行检验 经检查合格者方法接电 电业对用户以装置之用电设备定期检验 记载其结果如不合规定 应通知用户限期改善 用户拒绝接受检验或在某时间内 未改善者电业得停止供电 前向之检验必要时 现实主管机关应协助之 直较之后现实主管机关 对于第一项之检验及检验结果 得通知检验申报或提供有关资料 必要时并得派人查和电业 不得规避防御或拒绝 第一项检验电业得委托 依法登记之专业计事 或依第59条规定办理之 电业设备检查维护办理 第一项用户用电设备之范围 项目要件配置其他安全事项之范围 及前项检验之范围 基准周期及程序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 定之第35条 用户用电量建筑物的总楼板面积或楼层大 一定基准者应于其建筑地基地或建筑物内 设置四张之配电场所及通道 无常供与输电配业者 架设供电设备 其未设置者输配业者的拒绝供电 全项基准及配电场所之通道设置方式 要件施工程序安全标准及其他相关之事项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建筑主管机关定值 第36条发电业及输配电业 与其他电业设备附近发生火灾 或其他非常灾害时 应立即派技术员 携带明显标志实施防护 必要时得停止一步或全部供电 或拆除危险电业设备 第37条 发电业及配速电业发生各类灾害 紧急事故或有前条所定情形 依中央主管机关所定之通报 实现方式及通便设备 各级主管机关 下以38条 电线为营运调度或保障安全之需 得一 电信法相关规定设施 专用电信速配电位 有效运用资源 得一 第6条 第二项及电信法相关规定 申请经营电信事业 第39条 发电业及速配电业设置路线 及电信路线 兼有接近或供价需求 使得以平行交叉或供价方式设置 并以符合区间价格及施工规范等安全规定 前项发电业及速配电业之路线 及电信路线平行交叉或供制设置 间隔聚见施工安全等事项之规定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定制 第40条 速配电业应设置或维护电业网工程上的必要 使得公用土地及河川沟举 桥梁堤防道路绿地公园林地等公共设施之土地 并应事先通知主管机关及一该主管机关所定制 相关规定办理 第41条 速配电业于必要时 得以公私有土地或建筑物之上 空及地下设置电力网 但以不妨碍其别又使用及安全 并应通知事先书面通知及所有人或载友人 如所有人或载友人提出预议得申请直辖室或县市主管机关先行施工 并应于施工期日前 以书面通知所有人或载友人发电业设置电源者 其土地使用或许多都准用都市计划法或区域计划法相关法令 有关公共事业或公共设施之规定 发电业应设置机关店员之所用必要 租用国有或公有林地时准用森林法 第八条 有关公共事业或公共设施之规定 发电业设置电源之用地设置于渔港区域者准用渔港法 第十四条 有关渔港一般设施规定 第十二条 维护路线及供电安全 发电业及速配电业对于防御路线之 妨碍路线之树木移区 法令有规定者 应通知所有人或载友人一定期间内砍伐或检求之 于通知一定期间介买或无法通知时 电业得进行处理 电业处理后应通知所有人或载友人 第四条 前三条所定制更大事件应选择无损失或损害最少的方式方法为之 如有损失以按损失之程度予以补偿地 第四条 原设有供电路线之土地或占友人或应变更土地之使用时 得申请迁移路线 以申请路线以书面开具旅游 向设置该路线之发电业或速配电业提出 经该电业或速配电业查实后予以迁移 所需工程废料 由负担办法由中央组件定制第四条 发电业及速配电业对于地 37条之地 避免特别危险或妨碍非常障碍的现行处置 并于三人认申报所在地 直辖市或现实主管机关 或通知所有人或占友人 第46条 发电业及速配电业对于第38条 填条所占规定之事项 以所有人或在里面发生争议时 得请在所在地直辖市或现实主管机关处理 直辖市或现实主管机关处理电业及速配电业 争议用方式期间 及协议之准则由中央组件定制第五章营业 第47条 发电业除因设置主要发电设施产生电能外 并得向其他发电业 受电业或自用发电业设备设置构置电能 发电业设置电源连接电力网者 透过电力网转供电能与用户 发电业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者 得设置电源 一些连接用户并直接供与该用户 第三项直接供电之发电业 较其他发电业及受电业准则 较高之设备容量及备用容量 農者数量 第二第三四条第四项所定办法之规定办理 第三项发电业 直接供电之资格条件应被文件及审查原则 等四项之规律由电业管制机关定制 第二项供用户及第三项 直接供服务之范围及其间由电业管制机关 公告之第48条 再生内容发电业转供用户或职供用户之范围 不受前条第六项规定之限 第49条 输配电业应于规划新建与维护全国之电力网 输配业对用户申请设置 由电力网连接至其他所属之路线 非有正当理由 并得经由电业管制机关核准 不得拒绝输配电业应公平公开原则 提供电力网给发电业或受电业使用 以转供电人并收取费用 不得对特定对象有不当之差别 对于带有正当理由 并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者不在此 第二项 输配电业所设置之路线 得对用户着收费用 第50条 受电业为销售电人与用户 则向其发电业受电业或 自用发电业设置者购买 电人不得设置主要发电设备 公用受电业对于用户申请供电 非有正当理由 得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 不得拒绝一般受电业之用户 以电业管制机关 依第47条 第6项公告之用户为限 第51条 公用受电业依第54条 第2项各备之级维护电路用表者 得定定每月月底 依用户所需容量收取 一定费用公用受电业有前项 每月低度者其用户低度 实际用电度数超过 每户低度时 以实际用电度数计之 第52条 公用受电业之电价与输配电 各种收费费率 之计算公司 由电业管制机关定之 公用受电业及输配电业 应依前项计算公司 拟定电价及各种收费费率 送电业管制机关核定后供报之 修正时一同 电业管制机关定定第一项 电价及各种收费费率之计算公司 应举行公开说明会 修正时一同 电业管制机关为 办理电价收费费率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 审议及核定 得设置电价费率审议会 前项电价费率审议会 由政府机关学者专家 及消费者保护法等 民间团理组成 第53条 公用受电业因拟定 受电业规章 送电业管制机关核定后供报 实施 修正时一同 发电业及一般受电业 订定之营业规章 应与订定后 30人内受电业管制机关 备查修正时一同 第54条 经由公用受电业供电之用户 应无偿提供场所 以设置电路表 前项电路表 该公司受电业设备 及维护病得 向用户着收电表 保证金不收保证金 者得着收租金 其保证金或租金金额 合计不得超过 其装置之试价 前项之保证金或租金 与电价 应分开计计的第55条 发电业及受电业 自供电业 实来水电车 电路 铁电路等 公用事业 各级公里实验 学校庇护工厂 立案社会福利机构 及护理之家用电 其受费因低于普通电价 并以不低于供电成本 为主 发电业及受电业供 及使用维生器材 其必要生活补助之身心障碍者 家庭用电 其维生器材 必须所生活之 补助用电之收据 应在实用用电第一阶段 最低低价或供电成本中 采最低低价者 计价 发电业及受电业供给 公用 路灯用电 其受费因低于普通电价 并以低于普通电价之半为主 第一项 所建庇护工厂 立案社会福利机构 及护理之家 印军各中央目的事业 主管机构认定 第一项受费报 由中央主管机构定制 第二项身心障碍者 家庭之资格 是认定 维生器材 及生活辅助之 试用范围及 电价计算方式 由中央主管机构 会同中央目的事业 主管机构定制 第56条 公用事业 电一前项 第一条 至第三项 规定着收支电费 由各该目的事业 主管机构 编列经费 致应第57条 公用受电业 应全日供电 但因情况特殊 经电业管制机构 合作者 得限制供电时间 第58条 公用受电业 因不得已 不得已事故 拟对全部或一部用电 停电时 除临时翻天障碍 得事后补行 报告外 应报请直辖市或 直辖市或 县市主管机构 核准并公告之 其遇15日者 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构 应报 转报电业管制机构 核准第59条 发电业及受电业 对于违规用电 情势得一其 所装置之用电 设备用电 种类及其他 瓦特数或马力数 按电业之 供电时间及 电价计算损害 向违规用电者 请求赔偿 其最高赔偿 以一年之电费为限 前项违规用电 之查报认定 赔偿基准及处理 等四项之准 由电业管制机构定 之用户有限的情形 公用受电业 得停止功能 第一 用户有第二项 违规用电 请示者 二 用户欠缴电费 先限期吹缴 人不缴付者 公用受电业 对于前项第一款 之第二款 之停电 与用户 偿付违规用电 赔偿罚款或 绞心所欠电费后 得恢复供电 第六十条 政府机关为防御灾害 要求紧急供电时 发电业及 自用发电设备 者不得拒绝 优先供电 速配电业 不得拒绝 优先提供调度 其用电费 由该机关负担 第六章 监督及管理 第六十一条 发电业及速配业 应设置 主任计刺员 其制约中央职管 机关定制 第六十二条 电器成装业及 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 应向直交 事务限制管 机关登记 并于一个月 加入相关工业 同业工会 使得营业 相关工业 同业工会 不得拒绝其加入 用户用电设备 工程应 缴交电器 盛装业 盛装 施作及装修 并在向电业 申报 竣工工电时 应减负相关 电器工程 工业同业工会 核发之申报 竣工会员 证明单方得接电 但其他法令 有特别规定者 不待此限 电业设备 或用户用电 设备工程 由依法登记 职业之 电机师设计 或监造者 其图样设计 资料及说明 书或竣工 报告单送 由电业审核 时应减负 电力师工会 核发之 或原证明方得 审查核定 或接电 前向之技师 应加入职业所 在地之技师工会后 使得执行 电业设备 或用户用电 设备工程之 设计或监造 等业务 技师工会 亦不得拒绝其加入 电器成装业及 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所 并雇之 从事电业工程 相关人员 应具备下列资格之一 电力工程相关科技技师 考试职格并 领友技师证书者 二 电力工程相关 科别技能 检验合格取得证书者 三 本法中华民国 96年3月5日 修正之条文实行前 依法考验合格 取得证书之 电匠 电器成装业 与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之资格要件设备 撤销或登记 登记及管理之规则 与中华机关 第六十三条 创有电力设备 是工厂 矿场 公共使用 是建筑物 及受电电压所 高压以上 是用电场所 应设置专器电源 或委托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 负责维护与电业 供电设备 分界点内一般 及紧急电力设备 之用电安全 并向直下 或限制主管机关 办理登记及申报 检验维护记录 前向电力设备 与用电场所 认定之范围 登记 撤销或废纸登记 维护申报 期间 记录方式与管理 专任电器技术 认定范围 资格管理其在应尊区 事件 由中华组管机关 电影之第六十四条 电业设备 或用电设备 属于中华组管 机关锁定工程 范围设计及监照 应由依法登记 职业之电机师 或相关专业技师 办理锁定工程范围 外应由电机师 或电器城装业办理 但该工程 仅供政府机关 或供应事业机构 使用时 得由该政府机构 或供应事业机构内 依法取得电机师 或相关专业技师证书者 办理设计及监照 填项用户用电 设备工程范围 应以本法中华民国 94年1月19日修正 事情前 既有电业实施 自工程范围为整 其就证实中华主管机关 应汇商全国性电机 及工会相关电器工程 工业工会 及相关工会定制 电业或用户 为依第一项规定办理者 其属于电业设备者 中华主管机关 应禁止电业使用该设备 其属于用户用电设备者 对电业对该设备 不得供电 第65条 电器城装业 及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 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 使用他人之登记执照 2. 将电力执照 交由他人使用 3. 于停业期间 参加投票或承载工程 4. 擅自节省工程 5. 将工程转包分包 及转脱无照 执照之业者 6. 工程分包 超过委托总价47% 对于受委托 办理城装检验 维护为需 为不实之报告 主管机关机 健全电器城装业 及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业管理 维护公共设施利益 及安全或应应检查 前项行为 及登记资格 要件之需要得通知 电器城装业 及用电设备 维护申请申报 或提供有关资料 必要时得派员查核 电器城装业 及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又不得 规避妨碍或拒绝 第66条 用电场所所自知 专任电器技术人员 应执行业务所为之 陈述或报告 不得有虚伪不实之情形 第67条 电业发电业资 全年存立超过 10收资本额 25% 应以超过之半数 加强机组运为 与投资降低污染 排放之设备 其余半数为 投资再生能源发展之用 再生能源发展 电业不适用 全项之规定 第一项 加强机组运转 维护投资降低污染 排放之设备 与投资再生能源 经济发展等 经费之认定 运用管理及监督 等四项之办法 由电业管理 由电业管制机关 定制第68条 为促进电力发展 营运提升 发电输电与变电周围地区 发展及居民福祉 发电业及 输配电业 应设置电力开发协助金 以协助直辖 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推动电力开发与设施 和学发展事宜 发电业及输配电业 应提报电力开发协助金 使用方式范围及其监督 等相关事项 送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核准后 含转中华主管机关 备查必要时 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的派源查核 发电业及输配地区 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前两项电力开发协助金 之提拨比例 由中华主管机关公告 之第69条 电业应按月将其业务状况 电能供需举财务状况 编剧简明月报 并于每届营业年度终了后 三个月编剧年报 分送电业管制机关 及中华主管机关备查 电业管制机关 后中华主管机关 于前项报告 得命期补充说明 或派源查核 第一项报告之内容 及资格格式 由电业管制机关 定制第70条 主管机关 对于电业设备 及第32条 第一项规定是安全保护设施 得随时检查 其不合格者 应限期修理或更换 如有发生危险之余时 得命期停止其工作 及使用发电业及束编业 对于前项检查 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第七章 自用发电设备 第71条 设置装置容量2000瓦 以上自用发电设备者 应填具自用发电计划 书向电业管制机关 申请许可未满2000瓦 者应填具用电计划 送直较之后 现实主管机关 申请许可 转送电业管制机关 备查前项 用发电设备之许可 登记测销及废止登记 变更事项之申请程序 期限 审查项目及管理之规定 由电业管制机关 定制第72条 自用发电设备之生产之 电能的授与发电业 及授电业 其销售量 以总装置容量 20% 但有限定情形者 不在此 限一 能源效率达 电业管制机关 所定标准以上者 其销售量达 总装置容量52% 再生产电能所使用之 能源属于再生能源者 其生产之电能 等全部销售于电业 前项受购之契约 设置装置容量2000瓦 以上之 自用发电设备者 应送电业管制机关 备查未满2000瓦 应送直辖市 或现实主管机关 备查并将赴本送 电业管制机关 第73条 自用发展设备 设置装置 这次用户设备 用电装设备 应在其自有地区内 为之 但已不妨碍当地电业 并经71条之许可 机关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74条 自用发电设备 装置供电设置 防护通报及电性路线 共架准用第28条 第三项 第29条 第31条 第33条 第36条 第34条 第39条 第61条 规定 第8章 罚则 第75条 未取得电业执照 而经营电业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 处心内备 250万元以上 1000万以下罚还 并限期定期改善 情节重道者 得热令停止营业 借其未改善 或经热令停业 而继续营业者 得暗刺处罚 第76条 输配电业 有效的情形之一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 处心内备 250万以上 750万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的暗示处罚 1未依核定之 收费费力 征收费用 2未依第8条 第2项 规定负责 电力调度业务 或违反 同条第2项 为拟定有关 电力调度之范围 项目程序 范围 规范费用分摊 及紧急处置之规则 送电业管制机关 核定或未依同条 第2项规定之内容 执行调度业务 且情结重大 第77条 电业有效的情形之一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 处心台币 150万以上 750万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1无正当理由 未依第11条 第1项规定 提供必要之电联局 服务 第2违反第21条规定 具体电力 有互联之要求 3违反第22条 第1项规定 未经核准而擅置停业或歇业式 违反第24条规定 未经同意而进行并购 5为1第30条 第1项规定 准备试当供电容量 6违反第47条 第3项规定 未经核准而设置 电源线 直接供电与用户 7违反第49条 第3项规定 未规划或新建全国之电力网 8违反第49条 第2项规定 拒绝设置由电力网 连结之用户之路线路 9违反第49条 第3项规定 有不正当之差别的待遇 或未经许可 而拒绝将电力网 提供电业使用时 违反第50条 第2项规定 拒绝用户之供电请求 11违反第51条 第1项或第3项规定 设置主要 发电设备或受电 与非语公告之用户 12为1第57条规定 之时间供电 13违反第6条规定 拒绝政府机关要求紧急供电 14违反第67条 第1项规定 会将存益超过部分办数用 加强机组运转维护与投资 降低污染排放之设备 其余半数作为投资 再生能源发展 有前向第2款 第6款制 第14款行政之一者 经电业管制机关处罚 且依前向规定 暗示处罚达两次以上 并得勒令停业 营业三个月至六个月 或废止其电业执照 第78条 电业有下列行政之一者 由电业管制机关处 新台币100万元以上 500万以下房门 并得限期改善 建议未改善者的暗示处罚 1. 为依核定之电价收取分析 2. 违反第6条第一项规定 建议其他电业第二项规定 未经核准 而建议其他事项 第三项规定 未建立分别计算盈亏 之快递制度或交叉补贴 或违反第四项锁定 准则中有关会计分担 分离制度 会计处理之方法 程序与原则 或以会计监督管理之程序 且情节重大 违反第18条第一项规定 未取得工作许可证 而施工事 违反第19条第一项规定 未经核准 而变更其主要发现设备 之能源种类 装置容量或厂子 且施工 违反第30条第四项 水定办法征有关容量之申报 程序 以及兼管理之规定 且情节重大 第79条 定页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由中央主管机关处罚 新台币100万以上 500万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间接不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一 未一第28条 第三项规定 有关电业设备之范围 项目配置及安全 事项之规定 装置电业设备 二未一第29条 第一项规定之电压 及频率标准供电 三未一第31条 规定自备各种必要之电表 一期四未一第32条 第一项规定 装置安全保护设施 五未一第33条 第一项规定定期检验 及维护其电业设备 并记载其检验 及维护结果 六未一第39条 第二项锁定规则中 有关路线路设置 尖格距离施工安全之规定 七未一第61条 规定自主任技术员 八未一第68条 第一项规定 设置电力开发协助金 第80条 定义未一第69条 第一项规定设设备 被查或违反第二项规定 拒绝补充说明或接受查核 由定义管制机关 或中央主管机关 处刑纳币100万以上 300万以下 防御病得限期改善 阶体会改设者 得暗刺处罚 第81条 定义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由主管机关 处刑纳币100万元以上 300万以下 罚患病得限期改善 阶体会改善者 得暗刺处罚 一未一第28条 第二项规定 建立或更新电力网 地理资讯管理系统 拒绝补充说明 或接受调查检验 二违反第70条 第一项规定 未限期修理或改善 不合格制安全保护设施 三违反第70条 第二项规定 规避妨碍或拒绝查验 第28条 第82条 定义有下列情形者 由定义管制机关 处刑纳币50万以下 100万以下 罚患 违反第15条 第二项规定 规避妨碍或拒绝 定义管制机关 这命令或查案 二违反第20条 第一项或第二项 规定限期办理展颜 三未一第25条 第三项规定 限期申请换发 定义直到四未一第52条 第二项规定公告 电价或各种收费费率 有前项第一款 第三款及第四款 这情形 电价管制机关 得通知限期改善 限期未改善者 得暗刺处罚 第83条 定义为一第37条 规定通报 由主管机关处刑纳币 50万元以上 150万元以下罚患 并得限期改善 限期未改善者 得暗刺处罚 自用发电设备设置者 为一第74条 准用第37条 规定通报 由主管机关处刑纳币 20万元以上 100万以下罚患 并得限期改善 限期未改善者 得暗刺处罚 第84条 直辖电业有下列执行 之一的直辖 直辖市或县市主管 机关处 新台并50万元以上 150万元以下罚患 并得限期改善 限期未改善者 得暗刺处罚 第1位 第34条 第1项 规定检验 对未经检验合格 用户接电 未定期检查 检验 未记载定期检验结果 及未通知不合格 规定用户期限改善 2位 第34条 第3条规定 规避防御或拒绝申报 提供有关资料 或接受检查 3位 第36条规定 立即派技术员 携带明显标志实行防护 4位 第45条规定 期限申报或通知 违反第58条规定 停电不报 请核准或 未事后补行报告 6位 违反第62条 第2项规定 未查明检验复资 申报 申报 进工会 证明单 既允许接电 6位 第62条 第3条规定 或用户设备工程 只查核 核定时 查 审查核定时 未查明检验 电机事工会 核发之 或原证明 既擅置审查核定 或接电 8 违反第68条 第二项规定 未送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 核定电力 开发协助金 使用方式范围 及监督等相关事项 或接受查核 或未依核定内容 执行 第85条 自用发电设备 设置者 有限的行业制处 新台币20万元 以上100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限期改善 间接不改善 得暗示处罚 第一 违反第71条 第一项规定 未经许可而设置 或违反第二项规定中 有关自用发电设备 管理之规定 且今天中道 二 违反第72条 第一项 关于销售电人之规定 三 违反第73条规定 设置用户 用电设备 是唯一第74条 主要 第36条规定 第七派技术员 携带明显标志 实行防护 自用发电设备者 有前项 第一款 第三款 这群型者 其装置轮廉 以2000万以上者 由电源管制机关 处罚之 装置轮廉 未满2000万者 由直辖 或现实主管 机关处罚 自用发电设备者 有第一项 第四款 这群型 由直辖 或现实主管 机关处罚 第86条 为办理登记 而经营 电器业成装 或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者 由直辖 事物县主管 机关处 新台币 20万元以上 第8号 罚文 有形象之情形 直辖 事物县主管 居然投 东芝 限期改善 其他重大者 并得勒令 停止营业 借记未改善 或不停止营业者 的暗示处罚 第87条 电器成装业 有或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 有效率 情形之类 由直辖 事物县主管 机关处 新台币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罚文1 为1第62条 第一项规定 加入相关工业 同业工会 2聘雇 为据第62条 第5项规定 资格制人员 从事电力工程 相关工作 3 违反第65条 第一项规定 4 违反第65条 第二项规定 规避妨碍或拒绝 申报 提供有关资料 或检查 有前项之情形 直辖市或县主管 机会等通知 限期改善 接力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有前项 第一款之情形 违反第62条 第一项规定 拒绝业者加入者 由中央主管 机关处 现在被10万元 以上50万以下罚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装有电力设备 工厂矿场 公众使用 这建筑物 或受电压 或受电电压 属于高压 以上用电场所 这负责的 违反第63条 第一项规定 未至专任电器 技术人员 或未委托用电设备 检验维护业者 负责维护与 电业供电设备 分界点以内 电力设备 用电安全者 由自家社会 县的主管机关 处刑台并 10万以上 15万以下罚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及汇同电业 停止供电 第89条 自用发电设备 设置者 有效的行政制 由中央主管机关 处划 现在比5万以上 25万以下罚 并得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暗示处罚 1. 未一第74条 准用第28条 第三项规定所设置 之规定装置 自用发电设备 2. 未一第74条 准用第29条 第一项规定之 电压及频率 标准规定 第三. 未一第74条 标准用31条 规定设置各种必要 之电表一气 4. 未一第74条 准用第34条 第一项规定设置安全保护设施 5. 未一第74条 准用第33条 第一项规定检验 并记载 检验结果 6. 未一第74条 准用第39条 第一项规定设置路线 第7. 未一第74条 准用第64条 制定主任技术源 第94条 有下来情形之一者 由直辖市会县主管 机关处设置 新台币1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 访问并得限期改善 限期不改善 得暗示处罚 1. 未拒第62条 第5项规定资格者 从事电力工程相关工作 2. 未运反第62条 第6项 所定规则中 有关电器成装业 与用电设备检验 维护业管理之规定 3. 装有电力设备 工厂 矿场 公众使用之建筑物 及受电电压 属高压以上 用电场所之负责 违反第63条 第3规定 未办理登记 或未定期申报 检验记录 或违反第二项 所定规则中 有关电力设备 与用电场所之记录方式 管理或专任电器技术人员 之管理或其他 应用电器技术人员 之事项之规定 是专任地数学员 违反第66条规定 有成三项之行 直较之后 现在主管机关会同 电业对该负责人 未办理登记 或未定期申报检验记录 之用电场所 停止供电 第9章负责 第91条 未减缓电价短期 大幅波动对民生经济 之冲击电业管制机构 得设置电价稳定基金 前项电价稳定基金 之收支管 保管运用及其他应用 事项办法 由电业管制机关 第92条发电业 设有核能发电厂者 以其核能发电厂 营运期间 应每年按期 核能发电之总电量 缴交一定金额 冲作基金 以作为放射性废弃物处理 运送储存 最终处置及设施 储夷等相关工作 所需费用 前项一定金额 之计算公司 缴交期限 收取程序 及其他应用 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之管 电业管制机关 第93条 水平业电子 应成立财团法 能电力实验研究所 以专责进行 电力技术规范 研究电力设备测试 提高电力系统 可靠度及供电安全 第94条 本法制中华民工 某年某月某日修正 条文实行前 取得电业执道者 应于修正实行 后6个月内 申请换发电业执照 借其未办理或已办理 人不符合本规定者 其原领之电业执道 应由电业管制机关 公告注销 经注销后 人去去营业者 依第75条规定处罚 第95条 本法制某年某月某日修正 之条文实行前 电业或依法经营与电业相关 之城庄检验 维护等相关业务之事业 其以聘据既有电力工程 相关实务经验之技术人 德经主管机关检定 机关专案办理技能 检定取得电力工程 相关类科技能 检定合格证书 前向专案办理技能 检定办法 中央机关将会同中央技能 检定主管机关定 第96条 本法中华民工某年某日修正 之条文实行前 依法经营与电业相关 之城庄检验及维护等业务之事业 其以聘雇之技术人 畏惧第62条 既然将规定资格 并从事电力工程相关工作者 仍得继续修正实行后 5年内继续在原事业受聘 故从事电力工程相关工作 第97条 本法中华民工某年某日修正 之条文实行前 专营发电业务 经核定为公用事业之发电者 请一起属于公用事业 而取得之权利 得保障之原电业执照 营业年限届满为止 第98条 第47条 第二项及第三项规定 本法至中华民工某年某日 某日修正之条文实行 之日起一年内公告设施 但基电业管制机关 审卓电力调度相关注意后 实施日期得延后两次 第一次以一年为限 第二次以六个月为限 第99条 第6条 第一项规定之 本法中华民工某年某日 某日修正之条文实行公告 至日起后六年实施 第六条 第一项实行既有 之综合电业业务 转型为控股母公司 即将设立 以多家国营子公司 发电公司或不同电源 人员发电公司 及速配电手公司 第100条 为实行本法 第六条 第一项规定中央主管 机关得以现行规定 进行既有综合电业 之发电及速配电 分离并转型为控股母公司 中央主管机关 依前项 既有综合电业转型 控股母公司 应就员工权益 保障累计亏损 资产出签分等事项 定定办法后再行办理 第101条 定义法 本法中华民国 某年某月某日修正 之条文实行前 定立之营业规则 及规章 于本法规定不符 则应于修正后 实行六个月内 修正之第102条 本法实际系统 中央主管定义之 第103条 核能发电设备 得以中华民国 114年 全部停止运转 第104条 本法之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 修正之条文实行日期 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 有关电力及其他电器事业规定 不再适用第104条 本法除以定实行日期 则外至公布日实行 宣读完毕 非常辛苦的大工程 那我们现在宣读告一段落 那么今天我们电业法可以顺利的上路 其实背后有很多协助跟支持的力量 第一个我们借这个机会 先要感谢劳苦功高的我们的公报处 公报处呢 在非常非常紧迫的时间之内 日以继夜 在隐藏中处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两大本 你看 这两大本的公厅会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给我们完成报告 也才能够让我们今天的审议 得到不分党派 所有我们委员会委员的支持 让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 那另外是我们黄竹蜜所领导的 我们委员会的所有 包括我们的专委 我们的检任秘书 还有我们的边省 跟所有的同仁 他们也都加班 那今天宣读到这里之后呢 他们还要做对照表 然后呢 还要做非常多的幕僚的作业 也非常的辛苦 也谢谢他们 更感谢在座所有的委员的支持 那我们就另定期继续审查 那本日的议程处理到此 三位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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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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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